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色圣身为妙佛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佛受无量寿经 各位居士 阿弥陀佛 请放长 请大家打开讲表 98页 上次我们是学习到了 这是佛陀呢 就是释迦摩尼佛呢 就是要加持这个欧坦尊者 就是说 请他能够以自成贡敬心来礼拜这个阿弥陀佛 既有这个 当他理佛的时候 就佛的加持力呢 佛的威德力让他见到什么 欧弥陀的现身 所以欧弥陀的 放出那个殊胜的光明像 普照十分世界 就是说佛世界呢 写现什么 都是一片金色的光明像 那这时候呢 同时也见到了 欧弥陀佛也见到了什么 极乐世界的依正专专业 依报专业 还有正报专业 正报专业在指什么 这些 除了欧弥陀以外 还有这些菩萨们 这些大圣的菩萨 然后呢 接着在完后 这见到完后呢 佛陀就有四个问题 那请教 请教这个尊者 四个问题 就是98则 当机肃见 那科班叫当机 当机就指 当机者就指欧弥陀尊者 主要指阿弥陀尊者 来诉说他的见吻的境界 就是他对这个极乐世界呢 依正专业所见吻的境界 诉说一下 那当然呢 因为佛陀佛是 借由这个当机者 欧弥陀尊者的 那个见到这个欧弥陀佛 但其实弥陀佛也见到的是这样 那我们看来就是98月呢 第三行一起念 再念一遍 第三行一起念 而时佛告欧乱其辞世菩萨 如见彼国 从地以上至尽聚天 其中所有为妙 云尽自然之物 为希见佛 欧乱对曰 为难以见 如妇闻无量受佛 大一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 欧乱对曰 为难以闻 彼国人民成百千游行 七宝宫殿 无所障碍 骗至十万 上次我们谈到就是谈到 佛头是以四个问题的 来请教这个尊者 那时候呢 就是说 耳识就是指这个欧乱尊者 他以为大众 其实以为当中看到了 极乐世界医政专严 同时那个极乐世界的佛菩萨们 就是指欧弥托佛 还有这些菩萨们 也同样看到了受佛世界的境界 而是就是那个时候 互相见到了 这时候呢 佛头就告诉这个尊者 以及弥勒菩萨 你们见到这个极乐世界呢 从地面上 地上的专严 是天上的专严 近距天 天上的专严 在中间所见到的这些微妙 微妙就是指这样 精细到极处 不可思议 妙就好到极处 精细的 微是精到精细到极处 妙到极处 不可思议的境界 专严就是形容这些依报境界是专严的 是专严的 是专严的 是亲近的 而且自然是一种 它什么叫自然 法而自然 不是造作出来的 就是不是人工制造的 它是由佛陀 欧弥托耶利所成就的境界 这是依报专严 那这里面呢 我要了解到 这专严 亲近 怎么意思呢 它表示它是一种无弱的境界 无弱才在亲近 那宋伯世界呢 是什么 有弱的境界 因为它的这些依报境界都是 是随这个业力变现出来的 随我们内心的因点变现出来的 它有 依报在乘出外空 极乐世界 它没有称出外空 是常乐我见的境界 那这时候呢 佛陀问说 唯一希见佛 你们呢 就说指这个 欧兰尊者还有弥勒菩萨 你们见到 都是见到佛 是这样 这时候尊者就回答 欧兰对严 你看 对严就回答说 唯一乃已见 是的 已经见到了 那这个金庙 我再再把它 刚才念的那个地上 唯一庙专业 唯一庙严禁 自然之物 这些例如说好了 这像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让大家印象深刻 对 就算 欧秘荣经有一段话说 佑舍里佛 极乐国土 极乐国土 佑舍里吉利佛 去种卵损 去种罗网 去种康塑 皆是世报 周中为老 四谷彼国 名为极乐 有没有印象 这段话 在欧秘荣经前面就讲到这段话 這是什麼意思呢? 在歐伊大師的歐咪陀吉亞里說什麼? true,true的傳言 你們講說你所住的供電或是LOG 這個供電LOG是有種種可是珍寶合成的 你要說我這個你所住供電 你可以想說我是全面要存環金做的 隨虛所欲,硬念極致,馬上獻錢出來 你說我所住的供電要7寶 環金、琉璃、玻璃、車極、馬路、山路、琥珀 這七寶合成也是隨心所欲,硬念極致,馬上獻出來 不可思議 這時候你所住的供電也這樣 要寬一點就寬一點 要窄一點就窄一點 要高一點就高一點 要低一點就低一點 說這種微妙圓盡自然之物就不可思議 就隨心所欲 而且你要來給我 我說這個,所以為什麼微妙呢 妙都不可思議,整講 從你所住的供電裡面 或是所住的供電那個柱上 可以看到十分世界 想看十分世界的境界 十分世界的佛世界就顯現出來 不想看就不會顯出來 你看不可思議 因為所住的供電的LOGO對不對 然後你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廣大的,那怎麼? 庭宴 然後庭宴呢 我以為圍繞著什麼 就是七寶南竿 第三層就是七寶南竿 大家想說 又是四寶南竿 就是七寶南竿 是七寶南竿 在後面有七寶廟宿 第四層 這是第一層 第二層又是七寶南竿 七寶廟宿 第三層就是七寶南竿 七寶廟宿 意思是到第七層 七寶南竿 七寶的妙術 妙術都七寶二層的 那在裡面呢 上次我要是複習一下而已 在前面呢 這個七寶二層是這樣 根 茎 枝條 葉花果 根 樹根 茎就是樹幹 大樹枝 根茎 根茎 枝條 枝就是大樹枝 條是小樹枝 葉 樹葉 花果 都珍寶二層的 這棵樹裡面的藥 你說 了解 因為極樂世界 每個區域 樹的組成都不一樣 什麼組成不一樣 就可能這棵樹 可能是環晶做的 因為可能是這棵是混合的 怎麼樣 混合 就是根是環晶的 樹幹是什麼 柳梨 大樹枝 可能是白銀做的 小樹枝 可能是瑪瑙做的 不一樣 所以每個成分也可能不一樣 所以它極樂世界 每個區域的七寶廟都不一樣的境界 重點哪裡 知道嗎 這裡面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 七寶廟樹 都覆蓋著什麼 七層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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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層樓王之間有五百億的廟花宮殿 為什麼這麼講 這在我們以後 就是在下下式 就會在學習這個光無量塑金就講到了 就在這個每一層樓王之間有五百億的廟花宮殿 住著這些天然通 就是菩薩們 這菩薩們尋帶著這個專員的音樂 這音樂會換出無數官民色澤 所以非常燦爛境界 每一層樓王都有五百億的廟花宮殿是這樣 然後接著呢 七寶廟樹都坐著什麼 西方三聖 換出無數的官民 每一棵七寶廟樹是這樣 所以你看 從這裡面就瞭解到 宮殿的專員就在這裡 住宿的專員 從你看 看一下這樣 就是從那個歐密陀劇那一段話 驅蟲卵巳 驅蟲羅網 驅蟲杭樹 就是這樣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簡單把這個住宿專員 簡單的跟大家再複習一下 當然見到了 就是那個 尊者 驅蟲當然其實也看到了 微覽一見 那這時候佛陀一問的第二個問題 就是這樣 魯林復聞 你難道 就你 難道呢 也聽聞到這個 無量是歐密陀佛 你這種犯音 犯音 大音就是 那個大就是蘇聖的放音 佛陀音啊 都可思議的境界 不論眼鏡 都能聽得到 上次我是講過那個 目鏡的日子要測試 佛的音聲有多遠 對不對 他飛到那個 那個光明王佛那邊 那這裡面就是佛陀 以那個蘇聖的清淨的放音 宣布 宣揚 布就陳述 宣揚 宣揚 宣說啦 就是佛陀 就是說他以 無量那個 清淨的放音聲 到十三世界 一切身上 到十三世界 就宣說 宣說大聖佛法 來教化一切眾生佛 有沒有聽到 就是他問這個 歐蘭多耶 你有沒有聽到這個 歐彌陀佛呢 他以這種清淨的放音聲 到十三世界 宣說這個大聖佛法 來教化眾生 你有沒有聽到 歐蘭多耶 佛陀這個尊者呢 就是跟佛陀報告說 是的 我也聽到了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他問你怎樣呢 就是說 筆國的民 乘百以輕 乘著這個百遊群 或者什麼 輕遊群 的那個七百宮殿 無所障礙 騙完 普遍到十分世界 共有諸佛 你又見到 就是說這裡面呢 在這個佛陀 請問這個尊者 看看有沒有看到 筆國的民 就是極樂世界人民 他們有乘著這個 一百遊群 或一千遊群 就是那個車子的那個大小啦 因為什麼遊群 古代啊 就是說 遊群就是道路的驛戰 比如說台北市 到新北市 新北市的驛戰 就大概有四十里 一共一遊群有七里 四十發里 可能六十發里 可能八十發里 不一定 那這裡面呢 就是說 這個遊群就是驛戰來講 那就是說 四十發里好了 一發里回來 離兩公里 所以四十發里等於 大概二十公里這樣 所以這些人民 就極樂世界人民 他們有沒有 這些極樂世界的人民 就是菩薩們啦 他們有沒有 乘著這個 一百遊群或千遊群 大 大的 就小的那個 七宝雲殿 七宝所做成的供殿 無所障礙就是 意思就是能夠隨行所益 隨行所益的意思 能夠普遍到十萬世界 共有諸佛 你有沒有見到嗎 如乎見佛 這裡面要瞭解到 這段話 就是 歐彌陀經所說的一句話 用攝禮佛 彼佛國土 常作天烈 黃金為力 座位六十 一天曼陀羅瓦 祈祿終身 昌昌清淡 各以一格 沉重廟發 共養他般 十一佛 十萬一佛 祭祀 煩惱本宮 翻成心情 摄禮佛 極樂國獨 成就如是功德專念 也是那個意思 極樂世界 任何一位菩薩 他是法身不動 法身不動 能夠到十萬世界 共有諸佛 不可思議 那就是裡面 他牽著這個七宝的宮殿 他是講的比較詳細一點 就是說他本身的那個隨遜所欲 無所就本身的隨遜所欲意思 如果普遍到十萬世界 共有諸佛 你共有諸佛 目的怎樣 這裡面有講個 其實到十萬世界 這個前面也講過了 他要共養十萬諸佛以前要怎樣 先撐羊讚嘆 十萬諸佛的功德 接著怎樣 把共有什麼 種種的香發燈族 殷落 傳寶蓋 種種妙事 珍寶妙事 中間諸佛 來共有諸佛 從稱 就是 藉由這個稱讚如白銀 共有諸佛成就什麼 福德之良 接著 你共有諸佛 另外要怎樣 請十萬諸佛開意識佛法 這開意識佛法裡面 你成就什麼 智廢的之良 所有極樂世界 所以 剛才人家講 彼國人民其實就是 彼國菩薩 這個人民就是指 極樂世界的菩薩們 所有人們成就 你到 所有佛陀 阿 歐蜜佛都是 勉勵 這些極樂人民都到神世界 共有諸佛 目的要成就什麼 福德自費的之良 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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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時候 那這時候 共有諸佛 這個事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佛陀是最殊稱的福田 是這樣 不可思議 然後 你有沒有見到嗎 就是尊者有沒有見到 對耶 就是尊者對耶 對佛陀說 確實我一定見到了 是第三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 彼國人民 有胎生者 奴夫見佛 這個 極樂世界 有一些人民 就是極樂世界 往生者 極樂世界 有胎生者 你有沒有見到 胎生者意思 就是邊地的 就是什麼 疑乘 就是說 他住在 什麼叫胎生 住在 蓮花中的 往生者 胎生 這個胎生 不是我們所謂的 那種 母胎 就是說我們在 瘦佛世界 如果耶 人道來講 母親懷胎 死隔夜 那個胎生 不是那個胎生 或是 畜生到 像 牛馬養 他 懷孕那個母胎 不是那個胎 這個胎生 比喻說 他用 不自在 有障礙 不自在的意思 這個胎生 因為他母在母胎 沒辦法 就是說沒辦法自在 叫胎生 那就是在 在 極熱市 叫什麼 編地 我們看一下 請大家看一下 看到上次戶表 第三頁 這個胎生就是 編地的意思 就是 胎生就是什麼 在蓮花中的意思 他被 這個蓮花 沒辦法打開 就是叫胎生 看一下 就是 第三頁 上次戶表 第三頁 這個 就是 烈戶安樂禁土 是誰說 貪婪大師 貪婪大師 在這個 烈戶安樂禁土裡面 講到 這個胎生是 編地 一共有五行一起念 編地者 引其五百歲中 不見聞三寶 一同編地之難 或亦以安樂國土 醉在其邊 胎生者 列如胎生 人出生之職 人法未成 編延其難 胎延其暗 此惡名 皆皆 此況彼兒 非是霸難中 編地 亦非 胞胎中 胎生 何以之之 安樂國土 一向發生故 故之 非是 胎生 五百年 佛還得 敬聞三寶故 故之 非 霸難中 編地也 這編地者 就是 什麼 蓮花 還沒有開 就是蓮花 合起來 沒辦法 還沒有打開 蓮花 沒有打開叫 編地 你如果 蓮花開了 蓮花開了 就是 不是編地 就是 蓮花沒有打開 叫編地 這意思是 蓮花沒有打開 叫編地 他就在 生活在 蓮花中 叫編地的意思 也就是 胎生的意思 就這位行者 他雖然 往生極樂世界了 但是呢 在蓮花中 就在五百歲中 五百年中 怎樣 就在 蓮花五百年中 不能見到 或 聽到這個 三寶的境界 等一下會講到 就是 你沒辦法見到佛 也不能見到菩薩 也不能聽聞佛法 就這樣 所以 一同 邊地之難 就是 你沒辦法見聞三寶的 那個境界 這個 含義就像如同 邊地之難一樣 什麼邊地之難 就像如同 八難的邊地一樣 佛應 有時候會說 安樂口 醉在其邊 醉在其邊 那是種 屁說 這種 極樂世界 也是在極樂世界 最邊 最邊緣的地方 是這樣 為什麼要講 等下他要解釋 現在開始 胎生是怎樣 譬如胎生 人 人出生是 人剛下 人法未成是 還沒稱人 就是說那個 剛生下 剛剛就嬰兒一樣 還沒稱人 尚未稱人 意思 人法未成就是這樣 那開始講什麼 邊地 邊延期難 這個難 就是一種 沒辦法聽我 的意思 這樣 是這樣 沒有辦法聽我 胎延期暗 就是暗 這個胎生 這個胎生的胎 暗淡 就是說 它同樣是暗 就是說 因為呢 佛法代表光明 一旦你沒有聽到 沒辦法 聽不到這個 佛法 就是代表暗 就是這樣 黑暗 代表黑暗一樣 那此二呢 就不論邊地 或胎生呢 藉此 藉此 藉這個境界 藉這個邊地 胎生來說明 比礦 比 換算比尼 比藉這個境界 這讓他們是一種連話發生的意思 就沒辦法 比礦比這個比在極樂世界 沒辦法 沒辦法 見到 或聞到 三寶的境界 是這樣 是這樣 所以是這樣 不是巴爛中邊地耶 巴爛 你知道巴爛 巴爛的邊地是指什麼 北居如桌 北居如桌就是邊地 為什麼呢 北居如桌的人壽命怎樣 一千歲 比人壽命還長 而且呢 不可能有生病 不會生病的 也沒有夭折 但是重點那裡呢 會很像邊地 沒有出離心 沒辦法聽聞到佛法 就是會講邊地 就是沒有出離心 不能夠什麼 學習佛法 不能聽聞到佛法 就是要邊地 我們說巴爛有事 像那個 這個三二道境界 對不對 三二道境界 還有吳想天 第四個 第五個叫北居如桌 就這樣 北居如桌 就是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邊 像這個北居如桌 他沒辦法 聽不到佛法 雖然那生佛很舒適 就是我們所謂的安積樂業 哇 你看壽命又長 一千歲你看 但是重點哪裡 所以你講邊地 沒有出離心 還是留染生死而已 而且呢 你重點在北居如桌 壽命盡 你不曉得黑系哪一道 也不曉得 那而且呢 不能聽聞佛法 修學佛法是這樣 叫邊地是這個意思 那接著來看一下 這個義妃 這個第四場說 義妃包胎中胎生 包胎是指什麼 一般人的母胎來講 包胎就是母胎啦 就是 人法界 的母胎 那種胎生 母親排胎十個月 那種胎生 何以致致的 你為什麼 不是這樣 不是包胎的胎生 為什麼 因為極樂世界 它是發生是 連發一向 完全就是連發發生的 從連發發生出來的 或故之 非不是真實的胎生 所以胎生是用譬喻說 譬喻它是一種 沒辦法借這個胎生來比喻 它沒辦法借文三寶的境界 但是呢 五百年後 因為它在連發中裡面 會修取佛法 它知道為什麼它在連發中 因為呢 等下會提到 就對這個佛的智慧 有依附 雖然它有信念之心 但是呢 對佛有依附 所以慢慢 但是佛的智慧觀明 會加持它 它慢慢能夠生起一種 懺悔心 然後就修取了 然後能夠真實的 發起暢悔心的時候 經過五百年修行 就能夠連發發生 然後見到三寶境界是這樣 所以說 這個連發 在連發中 那不是巴爛的邊締 講邊締是一種 比如說它沒辦法 是在極了 它實在是畢竟它在 它經過五百年的修持 就出來了 所以不是巴爛宗那種 北居盧 北居盧做的邊締 是這樣 在這也是根據 這個他人大師的解釋 接著我們回到講表 當然是第四個問題 佛陀為什麼問世這次問題呢 讓大家更生起極了世界 確實有極了世界 他不是 他不是 安樂 不是 不是 我們說不是預言 也不是那種 切實有極了世界 就在十半億佛陀的西半 有一個極了 切實有極了世界 他問這個問題啊 就是讓我們生起那種 真實的信心是這樣 這時候呢 你看 那在 我跟他講表 就是倒數第二行 對焉已見 他也見到了 切也見到這個 蓮花 還沒開的一些這些行者們 就在蓮花裡面修寫佛法 那這裡在下面要介紹 其台人者 就是在蓮花未開的這些行者們 他所謂就是蓮花就是本身 所謂就是 蓮花本身就是一種 在蓮池大師啊 在這個 奧密陀行書超 這麼講 蓮花本身就是一種 轉凡 成聖的玄廟宮殿 他所 就每 這個行者們 他所居的宮殿 可能是小的 大概一百優行 大的有五百優行 就這樣 然後個其中 就是每個人 住在大小不同的宮殿 那我們會知道為什麼有百優行 就是他的 福德因緣 福德因緣啊 有關係 你福報大 就住的宮殿大 福報大的因緣 小就住小的宮殿是這樣 那下面講到呢 收入是快什麼 他所說的種種快樂 什麼快樂 就是你那個 飲食 依 生活之際 也是實在 失依得意 失死得死 享受那種無欲之樂 就像 桃利灘的天壤一樣 桃利灘的天壤一樣 桃利灘禘天 欲借天啊 我們要來解到呢 欲借天 從四天完天也好了 到最後 最後一輪人 都是吃死得死 吃一得一 意義界都一樣 自然什麼意思 享受這些自然的快樂 就是說他能夠吃一得一 你想吃 食物就現錢了 衣服 想穿衣服 就衣服就現錢了 就這樣吃死得一 就是你生佛志祭 就是發有自然現錢 不用吃什麼 沒有生佛的壓力 在收佛世界 你的食衣住行 不是你想 心想似神 在意見天就可能心想似神 心想似神的意見是在這裡 自然就是佛有自然 那種快樂就這樣 但是你要了解到 想想看 有人這麼想好了 如果這樣的話 我請問一下 既然義界天 是吃死得死 吃一得一 極樂世界 也吃死得死 吃一得一 那為什麼要我生極樂世界 為什麼 為什麼要我生極樂世界 說不定 義界天 也是吃死得死 吃一得一 極樂世界 也吃死得死 吃一得一 為什麼要我生極樂世界 為什麼 可以這麼講 就是說因為極樂世界是無肉的境界 重點在這裡 瘦伯世紀這個道立天意見諒善是有肉的境界 以施死得死 十一得一 被增長貪路看到這個書稱的飲食 會增長貪欲心 第六四 奢養飲食的時候就訊息第八四 你看到這個飲食的話就升起貪欲心 是這樣 瘦伯世紀 極樂世界不會的 極樂世界那種是親近的境界 因為一旦往生到極樂世界 佛的官不會加持固 讓這些行者不會升起貪 貪稱之的心是這樣 而且要了解它是無肉的境界 是這樣 我們這個也要講到 這個施得死 施益得益 乃至你連佛法身 也是會施死得死 施益得益都有的 所以它只是說 它處在這個連佛宗的宮殿裡面 沒辦法什麼 替文佛法 沒辦法見聞三寶的境界 重點在這裡 泰森就是沒辦法見聞三寶的境界 叫泰森 它在連佛宗裡面 沒辦法出來 是這樣 但是它所受用的 生佛之計 施死得死 施益的是 就是能夠自然而然 隨心所欲 意念其之 和益界天一樣 道律天一樣 這裡面我們告訴 為什麼會這樣 這時候佛徒要解釋 為什麼有這個胎身的境界 說這裡面 明信 秉釋 就是要明白 相信佛的智慧 告誡有人被他生疑惑 這裡面分成五部門 詹明就是彰顯 明白 不明白佛制的過失 第一個是 一共分成五部門 那不然九十九月 開始彰顯就是彰顯出 不明白 不懂得佛制的過失 這四行一起練 而辭 辭 辭 菩薩 伯佛言 世尊 何因何言 彼國人名 胎身 化身 佛告辭 六重生 以疑惑心 修諸功德 願生彼國 不了佛制 不失意制 不可稱制 大聖管制 無等無倫 罪上聖制 以此諸誌 疑惑不信 難由信罪福 修以善本 驗生其國 此之眾生 生彼宮殿 受五百歲 常不見佛 不聞君佛 不見菩薩 身聞盛重 事故以彼國土為之胎身 這時候 弥勒菩薩為我們來請示佛陀 什麼叫胎身 弥勒菩薩是為我們來請佛陀開示佛法 這時候佛陀是什麼因緣 合因緣就是 什麼因緣 正因助緣 正因是正因 緣是助緣 那極樂世界的任命 有的胎身 有的是化身 就是怎麼有胎身的境界 還有化身是怎麼回事呢 佛陀就先告訴為什麼有胎身 胎身的境界 就是佛陀告訴弥勒菩薩 也就是告訴疑惠大眾 也是告訴我們 六眾生 疑惑心 這是什麼疑惑心 就是他對佛陀的智慧 生起疑惑 疑惑心 疑惑心 疑惑 了解到他本身 你像他這個不是沒有信心 了解囉 你像一個能夠生到邊地的人 他是有信念知道嗎 偶遇大師說 往生疑惑 情有信念罪有無 他這個疑惑心是對佛陀中道第一滴 佛陀智慧有疑惑 但是他相信什麼 確實有疑惑世界 相信什麼 有阿彌陀佛 他相信 他能夠以信念慈民來念佛的話 絕對往生 他相信這事確實有 但是就是智慧不夠 以佛去說 因為智慧不夠叫以佛 為什麼 他對佛的智慧 智慧就是對佛的中道利益的境界 產生以佛 是這個意思在這裡 但是他確實有信心 了解 你如果說 對這個極樂事有疑惑 那不可能完成極樂世界 對阿彌陀佛的願意有疑惑 也不可能完成極樂世界 知道嗎 他是相信有阿彌陀佛 他的願意不可思議 但是他對什麼 佛的智慧有疑惑就是這樣 信念是確實有 所以他修諸功德 修諸功德就說他也是對佛的 這個修諸功德就是什麼? 信念慈民 修諸功德就是像斯班尼一樣 是否得佛 十方眾生 自信心耀 義生我國 乃之十念 都不群者認絕 唯處無奈以佛用作 他其實有信念之心 修諸功德就是 他以信念之心 他相信佛的願意不可思議 其實他藉著信念之心來修諸這個念我好門 一念相依 一念生 練練相依 一念生 修諸功德 所以他有修諸功德 驗勝彼國 我們知道為什麼他發言勝彼國 佛玉大師說 非信 不足其怨 非怨 不足導恨 非慈民妙恨 不足滿所怨 而正如性 所以他怨勝彼國 表示他有信心的 不是沒有信心 但是疑惑性 就是什麼疑惑性 對佛的智慧 有疑惑 他是有信念 說才能往生到極的世界 但是因為 不明了 對佛的智慧 不明白 對他不懂佛的智慧 就是說他沒有 為什麼不懂佛智慧 沒有廣學多文 沒有深論經論之故 就這樣 對佛的智慧有疑惑 佛智 什麼佛智 一般講一切種智 一切種智 叫佛智 就總說 這裡面講到五種智慧 這五種智慧 佛智就代表總說 一切種智 下面就別說 總說是佛智 一切種智 那別說就 第一個是 不失意智 就是佛的那種智慧 是沒辦法心思口欲的 希望動到第一例 真如 這個智慧是能灌的智慧 能灌的智慧 是關什麼 一般來講 根本字就關真如理 後的字代表什麼 它的種種妙用 都是沒辦法心思口欲的 不失意智 那不失意智 佛智 佛智 沒辦法思維直接講 因為這個不失意智 沒辦法心思口欲的字怎麼講 我以前講過的那個故事 大家聽看看 就是瞭解 就佛陀時代 就是在根據這個什麼 大伯利萬金 那時候波士利王的國度裡面 有五百位盜賊 這五百位盜賊就是搶劫人民的財務 這個危惠座待 當然人民 失意財務對不對 就是跟那個波士利王 它等於火官一樣 所以被這個盜賊搶劫財務 這時候波士利王唯恐這些五百位盜賊 失意強大 越來越暴內 所以就派兵把這五百位盜賊抓起來了 抓起來怎麼除了他們 把他們的眼睛挖掉 變成瞎子 然後把這五百位盜賊 霍王主義盜賊到黑暗的身裡面 讓他們自生自媚 在大伯利盜賊又講到 這五百位盜賊是有素食的善根 素食的善根 所以這時候他們覺得 眼睛被挖掉 非常痛苦 蝦子你看 沒有光明 就是沒有眼睛 本來是有眼睛的 變成沒有眼睛 當然也痛苦對不對 這時候一邊啼哭 一邊念什麼 南無佛陀 南無釋迦摩利佛 就感應到家了 佛陀就現前了 這佛陀就 就加持這個 用這個風吹這個香山中的藥 這藥自然而然 香山中的藥 塗抹在這五百道解的眼眶裡面 然後這個藥就讓他們 有沒有講到 就揮霧正常的眼睛了 本來是沒有眼睛 就揮霧有眼睛了 而且完全一樣 看得清清楚楚 就這樣 這時候他們非常感恩 這時候看到佛陀現前了 佛陀知道 就為他們開示佛法 這五百道就申請有無上不立心 然後大波陀又講了說 佛陀講說 我其實沒有到這個森林中 用風吹這個香山的藥 讓這個藥 塗抹在這個五百道解的眼眶 都沒有 這什麼意思 無所住 就是佛陀 這個不思議制就是 我會講講不思議制 因為佛陀的後德制 什麼後德制 我們說 觀世紀法32頁 釋迦摩利佛的千百億化身 都不可思議會在 都是無所住 不住 什麼無所住 不住 不住 人度的我 所度的眾生 就是無所住 佛陀是這樣的 不是說 那一盤經常講 我其實沒有到 我沒有到達這個 到達這個森林中去救 都沒有 所以為什麼呢 佛陀那個無所住 列列跟什麼 我空佛陀相應是這樣 不可思議的智慧就是這樣 不思議制就是這個意思 沒辦法心思口意的 就沒辦法 就沒辦法 用我們第六四去思維的 沒辦法用我們這幫嘴巴 怎麼去討論也沒辦法討論出來的 沒辦法心思口意的智慧 就是這個境界 而根本字 就所謂 什麼叫根本字 造常極 雖然有種種的妙用 審慶的妙用 其實度化眾生 讓這個無所住 為道神 佛陀光明的 又為他們說法 花起無 這是妙用 但是呢 佛陀要是 列列跟真理相應 就這樣 不思議制就是這個意義 那種不可思議的境界 叫不思議 這個典故裡面 大家體會大 就是這個意思 佛陀造常極的智慧 極而常造厚的智慧 不思議制 那是這個意思 那就厚了 大家再來 不可稱之什麼意思呢 不可稱之 就是說佛陀智慧 沒辦法稱讚嘆的 沒辦法稱讚嘆的 怎麼樣講 這在普協恩平的一句話說 普協恩平 由我們學習到 他說 如來功德 戒愛實犯一切諸無 今不可說 不可說 佛岔 集文解 相細言說 不可窮峻 就是說 不可稱之什麼意思呢 就是佛陀的智慧 你天天說 白天也說 晚上也說 天天說 都沒辦法說盡 佛陀無量的功德 這就是這個意思 沒辦法稱讚嘆 那個智慧太殊勝了 不可能是這個意思 就是佛陀智慧 就像普協恩平那段話一樣 十萬諸佛 你看 十萬諸佛 白天也說 晚上也說 天天說 說不盡 佛陀了 就沒辦法稱仰讚嘆 他的智慧 他的功德是這樣 不可能是這個意思 就是佛陀智慧那種 你看 佛陀 任何 十萬諸佛 某個佛世界 下了幾地 一清二楚 就這樣 可以這麼講 不可稱之也是這樣 佛陀那種智慧 沒辦法稱仰讚嘆的 沒辦法收盡的 就沒辦法收盡他的 那種智慧的功德 這第三個 第四個呢 大聖管治 這大聖什麼意思呢 大聖代表一種 他這個智慧 這大聖就普通眾生 大聖一點小聖 這大聖就大車子 就這樣 這個車子一般的 汽車在四個人 對不對 再來一點 貨車 或許大卡車 更多的人 就這樣 類似大卡車一樣 在無數邊的眾生 就是意思說 他這個智慧 能夠普通什麼 無量的眾生 大聖就是這樣 普通量的眾生 這廣也是一樣 就是說 這個廣 這是廣泛 廣泛 它這個智慧 像普通眾生 是度數 度量 它智慧能夠 很廣博的 智慧 是度盡 它這個普通眾生的大聖智慧 是很廣大的 是這樣 是這個意思 大聖的智慧 像廣大 無有窮盡的一樣 是度 它這個智慧 就度化眾生的心 是很廣大的 廣大無邊際 就這樣 就像這個 其實就是說 像極樂世界 你像極樂世界 它容納什麼 無量無邊際 就是佛的智慧 像虛空那麼廣大一樣 就這樣 所以極樂世界 都不會 它是廣大無邊際的 廣大像虛空一樣 就這樣 廣大無邊際 所以這代表形容佛的智慧 像虛空一樣 廣大無邊際 普度一切眾生 大聖就是一直在這裡 也是 也是 因為那種 什麼 厚德之來講 接著 總說 不要總說 也是最後講 就是讚嘆 無等什麼 等就相等 意思說 任何一位菩薩 都沒辦法跟 不要說 就是法身大事 乃至到等劫菩薩 他的智慧 都沒辦法跟佛相等的 就是這樣 就是從 法身大事來講 法身大事 法身菩薩 乃至等劫菩薩 都無法跟佛菩薩相等的 就是這樣 無倫 就是無倫 無與倫比 沒有一個菩薩 能夠比得上 佛的智慧 無倫就是這樣 因為什麼 最上身知 無等無倫 就要形容這個最上身知 是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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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殊 最上就是最殊聖的 就是說 剛才是無等 沒有任何一位法身菩薩 乃至等劫菩薩 能夠跟佛相等的 乃至 沒有任何一位菩薩 跟佛相比 就是因為它是一種 最上 就是一種 最殊聖 最上是最 我們說無 就像我們說 就是說我們說 無上菩提 那種無上 沒有人比得上 就是最上 最殊聖的智慧 就是無人比得上 就是無人比得上的意思 可是無人比得上 其實說 無等無人 就是在形容這個 最上身知 就是無等無倫 這種最殊聖的智慧 沒有比得上智慧 其實智慧 也是這樣 所以無等無倫最上身也是 可以說 雖然是在別說 其實也是總說一樣 所以我們這個智慧 因為佛羅的智慧 這個人太殊聖 就是那種殊聖的智慧 殊聖的智慧 是無人比得上的 是這樣 所以把這五種智慧呢 跟大家再講一下 請大家看一看 看到今天 對 上述錶第三頁 第三頁 這五種智慧 我們再根據這個 慧允大師 水草的慧允大師 他不是那個 東進的 初祖的慧允大師 他是水草的慧允大師 他的解釋就是 道屬第幾行 道屬第七行 佛說無量受經易書 這四章 這三章一起練 出言不了佛智 此祭是種 不思等悲 佛智冤生 疑不能測 民不思智 佛智眾多非言能盡 言不可稱 以諸法門知窮盡 民為國文字 未分高出 民無等無倫 對上聖智 康慧師講 他裡面有五種智慧 第一個是吧 出言不了佛智 就是總說 此義是總說 什麼總說 一切總智 就是佛陀 那智慧 對這個九法戒眾生 一清二楚 你的那個 種種的根基的利盾 善根佛佛陀一清二楚 總之就是這樣 然後不思等智就是 等不思等悲 就別說了 從不思一智 剛才講過 佛的智慧 沒辦法心思口意的 因為剛才有那個比喻說 講過佛的智慧 你看它的根本是 你看它的內心是無所住 度過眾生 不是我們用第六四去分佩的 用心內 用口去種種的談論 也沒辦法談論出來的 是這樣 所以不思一智是這樣 其實意思佛的後的智慧 其實就是佛的後的智慧 也是沒辦法 你就是很難思 不心思口意的 這佛之淹神 佛的淹神就是 像個生水果一樣 生水一樣 海水那麼深 你不能測 就是九法眾生 九法眾生都沒辦法思量 測就沒辦法思量 叫不思智 下面不可稱智 佛智太多了 就像剛才的普全也沒有一樣 佛智 就非也能晉 不可稱智修 因為智慧太廣太多了 就像你 十文諸佛 白天也說 晚上也說 天天說 收到無窮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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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辦法說盡佛的功德 不可能就沒辦法趁陽讚嘆 佛同樣一個眾多的智慧是這樣 那下面講到大聖廣智 就是佛陀對種種法門 知之窮進 他能夠知之窮進 就是佛陀 他那個 對普度眾生 如果廣度眾那種法門 因為法門是目的 因爲為什麼要學無量法門 因爲眾生有無量的 那個什麼 差別相 這個法門就是藥 眾生有無量的病 的煩惱 要這個法門的藥 去對治他 所以佛陀呢 對種種藥的法門 能夠知窮進 他能夠完全能夠 就是廣學多 他能夠清洗 廣學了這個 種種的法門的藥 除了對治眾生 種種的病 就這樣 叫佛陀管治 你像譬如說 普恩品裡面就很清楚了 眾生被困惱 無量苦逼生 觀禮妙之力 人救生股 聚神通力 廣修之萬變 十萬諸國土 無善不先生 種種諸趣 地獄鬼出生 生老病死股 一見心裡面 就像這段話一樣 就是大聖管治一樣 就像觀世音菩薩一樣 他具有這個大聖管治的智慧 所以才能夠 度化這些 善樂道眾生 你知道嗎 種種出去 地獄出生 生老病死股 一見心裡面 你沒有大聖管治 你就沒辦法度化這個善樂道眾生 知道嗎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樣 接著換講 魏豔不考出 免五等等倫 最相oman 魏豔不高出 教師說那智慧就像 像序山丸一樣 是無等 是沒有任何 一位法身大是菩薩 乃是等就不到 跟他相等的 無與倫比 沒有菩薩能夠跟他相比的 因為他是一種最上 最殊勝的那種智慧 無人 就是無人跟沒有人 能比得上的就是這樣 這種最上智慧是這樣 這個就是 總說那為什麼 就是他因為不清楚這個佛智 才到達什麼?邊地的 這位行者是信念吃品 玩極樂世界但是因為 不了佛智之故 是這樣 所以很重要是這件事 比如說好了你看以後我們學習這個廣無量受菌 善品終身要怎樣 條件什麼? 解第一例 什麼解第一例? 當然看言結 就是要對佛智慧要清清楚楚 就對於這個性相言隆 理事會已經要清清楚楚 才能到達什麼? 善品終身就這樣 那你說要怎樣? 說我們要怎樣? 要不斷地溫師修 管學多文 深入進入 才不會生起疑惑的親 這樣嗎? 一定要管學多文是這樣來的 是在這裡 那是迷了菩薩來請教佛陀 是真的 佛陀又講了 回到講表九十九頁這邊 在第二行中 以此諸智 以此諸智 以貨不信 就是說他對這些五種智慧 他擠了這個五種智慧 常常以貨 就是對這個智慧 因為為什麼? 平常沒有管學多文 他也相信什麼? 極的世界 他也相信歐彌陀佛 他也相信佛的厭力 要信念痴平 就往極的世界 對十八願 深信不疑 確實 他也念佛了 拜佛也是這樣 但是對佛的智慧 因為沒有管學多文之故 所以常常生起疑佛的心 不信 不信什麼? 對佛的智慧不相信是這樣 但是有信什麼? 罪符 這罪符什麼? 相信陰年果報 陰果報 會受罪 因為你造作惡業 當然會受到不可樂保有罪業 你造作善業 可樂果報的福業是這樣 所以他也能夠修習什麼? 善根 就是什麼? 善根就是信念痴明 敬年珊瑚 都有人修於善根 確實他本身 修於這個善根 這個善本就是 能夠修於這個信念痴明的善根 是這樣 所以驗生其果 驗生極樂世界 是這樣 所以他完成極樂世界 是因為 變地是因為他不了佛之之故 是這樣 這位行者是信念痴明的 是這樣 佛佛要講 美麗我們 這些眾生 他完成極樂世界 生到什麼? 比供電生到什麼? 生到邊地 供電就是邊地 因為他生到什麼? 連發裡面 在連發中 叫供電 供電是連發 這個連發供電是一種轉完成生的供電 生到邊地裡面 經過500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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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壽命 就是壽命 在這個連發500年中 常常一直不見佛 沒有聽不到佛羅說法 沒有就是這個 沒有 常不見佛就是佛寶 沒有聽不到佛羅說法就是什麼? 就沒有聽不到 沒有佛寶 沒有接觸佛寶 下面呢 不見菩薩 身文慎重 就是聖寶 因為菩薩 身文慎重 這只是聖寶來講 眾多的聖人 聖寶 聖宗是眾多的聖人 就不見這個聖寶 說過世故 總說 說過以彼國的位置胎身 就是這些 以信念持平 往生極樂行者 是因為 不了佛寺之故 就這樣會胎身 就在連發裡面 五百年中 沒辦法 沒辦法借文 三寶的境界 要胎身 請大家看一下 看到這樣 今天戶錶 先看今天戶錶 對 先看今天戶錶一下 今天戶錶 是 如在胎中 見聞皆知 不自在 過明胎身也 亦其淫 亦其見佛 我就是 不得自在 如在胎上 無所見聞 事過明彼胎身 他講這邊很簡單的 對不對 這裡面 這胞胎就是母胎 不是胞胎所生 就是 不像我們說 在人世間裡面 母親懷胎十個月 或是 畜生到的那些 牛羊豬 懷胎 懷胎 懷胎那個意思 所生出來 就這樣 沒辦法 因為重點是說 為什麼要胎身 就是 沒辦法自在 因為沒辦法 見聞三保的境界之故 是這樣 不自在 叫胎身 那下面 這就是 意思 沒辦法自在 就是這個 沒辦法自在 好 接著回到 上次復表 第三頁 第三頁 我們看一下 為什麼要胎身 這個了解一下 就是 倒數第二行 唐藝本 這是跟唐藝本的解釋 他們的解讀又不一樣 有一個 湯唱好一下 也是 類似那個意思 他講的 因為唐藝本 講是比較清楚一點 因為 康聖卡大師 但他沒講 蓮花 因為他身就是 就是在 蓮花中裡面 是這樣 那你看這邊 就是 上次復表第三頁 倒數第二行 一起唸 封告 一切殊勝善根 彼等於衷 不生心耀 不能出現 修習善法 好 看看第三頁這邊 這個大寶基金 就菩提流之大師翻譯的 有五種翻譯本 康聖卡大師這邊 他講的沒有很清楚 但是你看 菩提流之大師 在大寶基金 佛口就告訴 確實 就說 雖身彼國 雖然這些 以信念之明 往生極樂世界的經驗之大師 在蓮花中 以蓮花中不得出現 八個字 就在蓮花中 沒辦法出現 就是說 他在蓮花沒有 沒辦法開 沒有辦法開出來 沒有辦法開啊 所以 彼等眾生 就是直接 處在發胎中 處在這個蓮花 的供電中 發胎處在蓮花中 就有如什麼 炎炎供電之想 就是 雖然就是這個蓮花 就像供電一樣 這個月律就是發眼的供電 就像一個 花眼中 有一個供電之想 就想到 就像呢 自己呢 想像在這個 一個發眼中 一個供電 這裡面是這樣 然後就回到第四頁 看第四頁 何以故 開始解釋說 這個蓮花中的供電 是什麼境界呢 這個蓮花中 這供電是很親近的 它是佛的境界 知道嗎 所以供電是這樣 無助悔惡 沒有這些 悔惡的境界 因為它 因為它 畢竟它是無漏的境界 知道嗎 一切無有不可樂者 一切無有不可樂者 就是沒有 那個境界裡面 沒有那種讓你升起什麼 就是那種不可樂 這個不可樂 這個不可樂就是 我們這個 因為它本身是佛的境界 那種不可樂就是 它意思說 你要什麼就有什麼意思 一切無有不可樂者 一切無有不可樂者 一切都很殊勝 怎麼樣意思 就是你對那個 但是 今天的生活之巨 還要有什麼 所謂 失死得死 失一得意的意思 一切無不可樂者 就是這個意思 生活之巨不以匮乏 的意思 就像我剛才講的 生活之巨不以匮乏 要有什麼 就是像道理天一樣 要什麼就有什麼 就是一樣 生活之巨是晚點不以匮乏的意思 但是,那是為什麼有時候講不熱呢?不心要會呢? 因為眾生在這五百年中,沒有辦法見到他 不見佛,不風華,沒有辦法見到這個三寶的境界 菩薩的身份中是什麼?生寶 結果沒辦法見到這個界聞三寶的境界 沒辦法見到佛是這樣 因為你想想看,你想想看一個行者對不對? 今天心者,你今天信念持平,拜佛念佛 目的是什麼?佛生極樂,希望能夠誇會見佛誤身 但是沒辦法,這個年華中這樣 沒辦法見到佛,你練習一點這樣 心裡就很不高興,一直這樣 雖然你的生佛之際不愉快,要什麼有什麼,確實 但是你要死死得死,那很殊勝 但是不得供養諷刺,就是沒辦法供養諸佛 就是沒辦法供養三寶 不得問菩薩法障 因為畢竟還是有很多疑惑 不得問菩薩的法障,就是菩薩那種自覺 就是他,有種種羞恥 他如果自立他,菩薩,他如果學習無量法門 如果什麼?如果去學習無量門,哪一次呢? 懂得,如果這個眾生的煩惱的病 以及如果這樣,應病醫藥,善巧換變的那種 善巧換變的那種,立他的那個法 就是你沒辦法,沒辦法問,就這樣 沒辦法就是,沒辦法三寶境界 所以言理這樣,一切殊勝善根 這殊勝善根就是你辦法辦法,就是 因為你既然沒有跟三寶境界相處 這時候你那種,一般來講這種,那種五根那種信淨 練定就會上根,就慢慢的延離掉了,是這樣 是這樣 所以彼等,就是彼等指這些在邊締 雖然在文極的世界了 在蓮花宗裡面呢 他在這個蓮花宗裡面,不生新藥 因為你想看,我今天信念慈禮的目的是 見佛勿無聲,對不對? 那今天我就不生,你內心 我沒讓見佛勿,內心就不歡喜,這樣 因為為什麼?不能出現 不能連發,就是沒辦法連發發生 不能出現,沒辦法連發發生 修學,因為上法是要跟什麼? 跟佛勿學習啊,中法門是這樣 所以沒辦法連發發生,學習法門是這樣 所以內心不生信耀之心是這樣 這是,菩提羅斯大師 大家看一下,因為有五種歡禦本 我們看,還有五語本怎麼講? 像宜成,這一層也是邊締,也叫胎生 也就是所謂胎生,邊締 剛才是邊締啊,胎生,那叫宜成,怎麼講呢?看一下 第四,我們要看第四頁這邊,五語本 這是第幾行,第五行一起練 從這一行一起練到最後一行 其人受命終盡,即往生歐彌佛國 不能得勤至歐彌佛所,便到見歐彌佛國 便借邊自然七寶城中,心便浪搬洗,便只持其中 即七寶水池蓮花中化身,則瘦身自然長大 在城中一世間五百歲,其城廣眾各二千里 城中亦有七寶色宅,中外內皆有七寶玉池 一池中亦有自然花香繞,一池上亦有七草樹叢行 亦皆附作五陰森,其亦飯食,前有自然食 既白味饮食,在所亦得,因亦皆智 其人以城中亦快樂,其城中,比如第二道立天上自然之物 雖而其人城中不能得出,亦不能得見歐彌佛 但見其光明,心智匪則,永悅虛而,亦亦不能得文經 亦亦不能得見諸彼丘生,亦亦不能得見之歐彌佛國中諸菩薩 阿罗漢傳茂何等類 這是五语本,就是烈士,這段話他們解讀 因為佛陀可能是不同時段的開示佛法 就是有不同的翻譯本,就是我這五语本這樣 就其人壽命中心,就是這位經濟的心者 壽命中,因為信念之心 他的信念成熟了烈佛,信念之心,烈佛成熟 就往生上,馬上往生上極樂世界 對不對,就像普賢言比喻 優勢人,寧命中時,最後穿拉 不要不要,不是這樣,那這樣就 維持越反不相捨離,以一切使引導極限,一剎那中 極樂往生極樂世界,就這樣 就往生極樂世界,就這樣,一上來就往生極樂世界 壽命,往生極樂世界,那但是呢 不然什麼,得錢是歐彌陀 就是他沒有辦法達到,沒有辦法聯合挖生 見佛,沒有辦法聯合挖生見佛是這樣 變道,變道劍,就是到達 他就是,就是到劍,就是變道劍 極樂世界的國,邊,國界邊 心啊,就在極樂世界的邊地 極樂世界的邊地,自然這個佛法自然七法之中 這七法就是疑乘的意思 這乘就是連發,知道嗎 這七法就是連發的供電,知道嗎 七法就是連發的供電,他是這樣講 那心喔,這很溫習的,因為他在極樂世界啊,心很溫習 變駐在這個城中,就是在,指在城中 安駐在什麼,連發的供電裡面,就是疑乘裡面 就記憶什麼,七寶錘石,連發中化身 就是說這個供電裡面有七寶石 這個麵化,同樣這個供電裡面有七寶石,八龍水 然後這個瘦身就是他的,這個瘦容身 他的色身就在,知道嗎 在那邊長大起來,就這樣 然後在城中,在這個城中裡面有,知道嗎 這個疑神裡面有五百歲,五百年 五百年 下面解釋呢,這個疑神有都,大家看看 廣重,寬長,各二千里 長寬有二千里,長二千里,寬二千里 然後這個城中又有什麼 七寶的住宅,七寶的供電 這設施就是七寶的設宅供電 然後中外面什麼 就是供電中外面,外面裡面都有什麼 七寶池,八龍水 就非常舒服的,你看 就屬住的供電 你住的供電,設在裡面,外面都有什麼 七寶池,八龍水 然後在池中,有自然的花香 有這個花香圍繞著 然後這個藝池上呢,有什麼 七寶廟,七寶樹重行 這重行就是有七寶廟樹在那邊 不可思議啊 這個是這個境界,你看在藝池上 就是你這個藝池的上面 就是在旁邊啊 那個七寶石風水 也是有七寶廟樹在那邊 互作五音森 就是互作什麼音森 公商絕緣的音森 那這裡互作五音森這個 他下面講到他生活自聚了 當你想吃飯的時候 自然現前 前有自然實在 自然化身現前 就是失死得死的意思 既把百味零食 既有百味零食 所以在所欲得應益其次 就是說 你想要得到 馬上隨你念頭,現前 意思說你失死馬上得死 意思 就是所謂的意思呢 心想事成 就心想事成的境界 所以在這個人呢 就是這位 往生到極樂世界的 邊緣的行者 在這個疑神裡面 也是很快樂的 就生活之際啊 不遺潰乏 確實沒有壓力啊 因為想什麼就有什麼 失死得死 失一得一 就像 那這個程度就比如什麼 第二天 就像剛才我們在那個 剛康盛大師講的 就像大陸天一樣 想說這種 法爾自然的那個 飲食、衣服、聖佛之際等 就是這樣 自然之父就是法爾自然的 不假造作 就是這樣 雖然這樣 但是呢 其人在這個層中 就在疑神中 不能出來 不能出來 意思說 蓮花 不會開樂 不會開啦 所以護佑不能見到什麼 歐彌陀佛 不能見到佛 但是重點在哪裡 淡淺其光明 就是重點在這裡 光明很重要 因為光明能夠做佛事 怎麼做的是 驕傲眾生 他會驕傲了這位行者 然後利益這個行者 這樣講 讓他申請 悔過了心 什麼悔過性 因為你一時 因為沒有廣學多文 沒有生論君論之故 對佛制 就不了佛制 不失意志 那種大聖管治這些 那種大聖管治這些 大部分的鳥就說 對這個大聖 對智慧 沒辦法 說內心一種 懺悔心 那個哲就是一種 內心一種 反省的自己 這種懺悔 自己沒有管學多文 沒有生論君論 對佛的智慧有疑負 為什麼反省悉耳 因為這時候你懺悔心的時候 佛的光明要加持你了 這時候因為佛的光明加持 讓你升起破暢偉心 一種反省的心 慢慢的 這時候自費的光明顯現出來的 慢慢的反省 所以有一個反省 因為慢慢的 你才會慢慢的 因為有加持力 你也知道慢慢 不久會從蓮花中出來的 也是這個意思 勇喜 勇也什麼跳起來 翻喜才這樣 佛不能聽聞經理話 因為你在蓮花中 你不能見佛 也不能見到菩薩 當然不能聞法是這樣 沒有辦法聽聞佛法是這樣 佛不能見到這些 諸比丘生 這是什麼 極樂世界 這比丘生重就是了 這比丘生 他是講諸比丘生 他就是說 這些一種 因為比丘生是不是 只生文重來講 是這樣 一復不能見到 極樂世界這些 眾多的菩薩 歐羅漢 歐羅漢 就是 斷了見世佛的歐羅漢 歐羅漢也是菩薩 他們是 相貌 鑽就是 相貌是怎麼樣的 何等類 是怎麼樣的 相貌是怎麼樣的 何等類 他的 身相是怎麼樣 都不清楚 就不能得見知啊 因為你往生知道 都在 蓮花裡面 就蓮花中的宮殿 就是一個一層 就這樣 一層來說明 就是蓮花中的宮殿一樣 是這樣 那回到講表 就是把這個講過了 介紹我們在 叫太生的儀式 這個太生 這個介紹我們看一下 你看 回到江表 看那個 99頁 那個 這是這樣 為什麼要化身 為什麼能化身 你看 第二科班叫 張氏民信佛智之一 這兩行一起練 就第五行第六行一起練 六眾生民信佛智 乃至聖智 做諸功德 信心肥相 持眾生 以七堡花中 自然化身 加佛而做 敘之群 身相觀明 智慧功德 如諸菩薩 聚足成就 前面是不了佛智 因為他們管學多文 孫入君之文 但下面這個是 有管學多文的跟你講 相對的 為什麼能夠連佛化身 六眾生 明信佛智 明擺 明擺了 而且能夠信 對佛的信心 這個明擺信心 不是偶然的 知道嗎 是因為 我第六四 不斷訓許我 透過什麼 信己行政 不斷的聞師修 對不對 你像一個人能夠明白 相信佛的智慧 那是要不斷的聞師修 你想想看 佛的智慧 誰才知道呢 菩薩 也不知道 跟你講 佛與佛 來就因諸法實相 諸法實相 就是佛的智慧 唯有佛與佛 來就因諸法實相 但是因為你 那今天我們呢 佛無眾生 雖然不是 就說也是 仿佛的菩薩 但是 要管學多聞 因為信心是 要不斷訓許佛法 我第六四 透過信己行政 我第六四 對這個佛陀所受的法 不斷的去訓 不斷的聞師修 去訓許佛法 要訓許第八四 你不斷訓許 增長廣大 慢慢的 那你一年 自然而然相信佛的智慧 這個確實就這樣 我們知道呢 這個信心很重要 但是你開始用那種 出錢的信心 還不是真實的信心 是因為你不斷的訓許 透過文師修的訓許 讓這個信結的智慧 慢慢的 活得廣大 還是成熟了 就是明信 成熟就表示 確實明白 對這個佛的智慧 有信心的是這樣 所以要管 一定要下功夫這樣 不是偶然的 這不是 你要明信佛字 不是偶然的 不是說運氣好 不是這樣 還是這個聖字就是 那種 無等無等聖樣聖字 就五種智慧 從佛字 總說一直到 無等無倫 最樣聖字 這些五種智 然後說你對這個佛字 而且自然而然 你看 做出功德 以無我的智慧 修辱中文上法 做出於佛字 修辱中文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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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神內吊中,他自動命中,往生極度世界 然後在七寶池的蓮花中 七寶就是在七寶池八宫得水的蓮花中 自然化身是這樣 就是善品終生以上的境界 自動是善品終生的一向的境界,他在那樣呢? 他自然在七寶池自然化身,善品終生以上的境界 自然化身,然後善禮而坐,什麼善禮而坐? 就是盤腿而坐 善禮而坐,善禮而坐 然後序之情,善禮之間 善禮之間,因為一旦五神級的世界 每個人都有具足 佛本身,業力的加持 說具足,每個色身都有身相都換出什麼 他身裡就有三色象 八水形腦,有無量的官民 這身相代表他顯現那種三色象八水 而且你沒辦法分配出 他的哪一位比較莊嚴都沒辦法分配出的 佛羅因你加持之固 而且本身都換出無數的官民 而且有種種的智慧功德 就是佛羅的加持之固 那這個聖相冠冕和智慧的善禮就像呢? 如柱菩薩 據神救 如同已經生到極樂世界這些 舊有的菩薩 就如同早已經往生極樂世界這些 這些一切菩薩 所具備的種種智慧功德一樣 是這樣 這兩個是說他本身能夠明白 生性佛羅的智慧之固 說自然發生 不知道他沒有在連發裡面的是這樣 因為胎生是在連發裡面 他們是自然發生 這就表示他是善民眾生的以上的境界 好,我們先下課 請大家打開講表九十九月 九十九月 那九十九月在這邊呢 就是說 彌勒菩薩 請教佛陀 為什麼有胎生 或是發生的情況 為什麼會在連發的宮殿裡面五百年呢 就是因為 不了佛智之固 簡單講 那為什麼會連發發生 明信佛智之固 他對中到第一地的理 能夠明白 能夠深心之固 所以自然而然呢 連發發生 而且怎樣呢 我們看九十九月喔 倒數第三行 序之固 什麼意思 馬上 善那之間 就成就了呢 三十二項 八十四星腦的功德 乃至呢 這個身相患出無數官民 劇主 這個 極樂世界那些 以往生極樂世界那些 自費的功德 怎麼講呢 我們先這裡是要補充一下 上次那個 請讓今天復表 今天復表第一頁 是倒數第四行 序之情 念這一項就好了 念這一項 減胎生五百歲 顯征土宿吉 不是 沒有解釋那些 對不起 沒有解釋 那現在 因為在隔壁那一行 我給他 那個減肥啦 這個減肥 這個減肥 序之情代表上它是 它是怎樣 明信佛智之固 它對這個佛的智慧 中到第一底的理 對這種理術外 性相一種境界 它能夠 身性明白 所以自然然 能夠連發發生 不要在連發胞胎裡面 五百歲 所以減肥啦 胎生五百歲 這個意思 就表示它能夠明信佛智之固 顯征土 征土是極的世界 征土極的世界那種 術極 術極就是那個 快速的境界也是這樣 快速會怎麼樣呢 在這個 普賢恩平有一個據頌 他說怎麼講 我既往生比過疑 現前成就時代 一切也滿具有餘 立了一切中間 有沒有聽過這個據頌 普賢恩平 我一旦往生極的世界 現前成就時代 當下要成就什麼 普賢斯大願完了 所以為什麼 他叫做 為什麼呢 具有智慧功德 因為你往生到極的世界 因為佛的願力 他的威德力 會加持這位行者 這位菩薩 馬上具足什麼 普賢斯大願完的功德 智慧功德是這樣來的 馬上說虛之勤 聖相觀明 智慧功德就是這個意思 一切滿記錄餘 完全是圓滿成就 就像 極樂世界這些這些 已經完成極樂世界這些菩薩一樣 就是那個意思 那接著呢 我們看一下 再回到這個講表 九月九月 這時候我們對這個 胎身 化身的 涵力之道 接著 佛陀呢 又以他第三 九月九月科判道屬第三郎 其聖行內以戒物疑 聖就是說 他方世界的菩薩們 他所謂能夠化身 類就是 子中 為什麼會在 蓮花中 五百歲 是因為什麼 胎身 就類似子胎身 聖子是化身來講 來告誡我們 不要對佛陀的自備 甚至依負 這一共有 你看 從九月九月一起念 念到那個 一百月的第二行 一起念 復刺 此事 他方諸大菩薩 發現意見 無量受佛 恭敬供養 其諸菩薩 身文慎重 比菩薩等 命中得身 無量受國 以七寶花中 自然化身 彌勒當之 比化身者 智費甚固 其他身者 皆無智費 以五百歲中 常不見佛 不穩經法 不見菩薩 諸聖文重 無有供養以佛 不知菩薩法事 不得修習功德 當之此人 術士之時 無有智費 以佛守智 就是這裡面 這個佛陀 又再強調一項 復刺 復就是又 刺就是接著 又接著說 所以這復是怎樣呢 剛才已經把這個 胎身 化身的含義 講過了 這是復式 要補充一下 復式有一種 補充前面 胎身 化身的 再含義 再補充一下 補充那含義 把這個胎身 化身的含義 要再補充一下 讓它更明瞭 復式有這個 有這個意思 他說 慈式 他說對米露菩薩 叫慈式 就對我們講啦 因為米露菩薩 早就一切二處了 這時候呢 佛陀說 又告訴了這個米露菩薩說 他方 就他方世界 這個諸道菩薩 就像諸道菩薩 就說 大菩薩們 就說 這些菩薩 他能夠往生到 他們能夠自然的 就像法身大事一樣 能夠神世界 諸我世界 是這樣 如果他這些大陸菩薩們 能夠發心 意見無量所有 就他們 這發心 表示他已經能夠 明信佛制了 這發心就是說 他一種 這裡面呢 就是說 他能夠 他本身已經能夠 明信佛制的人 想要到極樂世界 見無量受佛 是這個意思 這發心 代表他一種 他想要這樣 這種狐狸心 為什麼 要學習廣學多文 要到神世界 廣學無量法門 目的這樣 度化 如母的友情 所以他發心 也是這個意思 說發心要到極樂世界 建歐彌陀佛 然後以公經心來供養這個 歐彌陀佛 以及這個極樂世界的這些 眾多菩薩們 這些 已經斷禁師父的聖眾們 是這些菩薩的聖人 然後呢 就是說這些 他們命中 這個命中就是 他們命中的時候 也是這樣 自然而然 這些大 就是他文世界的 比如說他文世界的 這些菩薩們 命中後呢 也是 有往生到極樂世界 他自然化身了 因為他們 有本身已經能夠 本身他已經 明信 佛智之故 這些大菩薩 他是一種 聖 是一種 明斷見師父 可以這麼講 不然他能不能到 可以到孫世界 菩薩 就是一直在這裡 所以命中能夠 往生到極樂世界 就是他能夠 往生到極樂世界 在七寶 七寶 八寶 靈花之中 自然化身 化自然化身 靈花化身 表示他們已經 明信佛智 能夠明信佛智之故 我對佛的智慧 已經明白了 也深信了 所以這個佛羅又告訴說 彌勒當次就告訴這個 告解我們 當次要告解我們 這樣 比佛智者 就是 法身者 不論是本 就是從 收佛世界 乃是台灣世界的 法身的菩薩們 智慧身故 就是要具有什麼 就有 術生的智慧之故 乃是智慧身故 他們什麼 就是有 文師修的智慧出身 就是他們能夠 明信佛智 知道嗎 明信佛智 所以自然會能夠自然化身 是這樣 但相對的 胎生者 藉無智慧 就是因為 無智慧的意思是說 他們有 他們的智慧不夠 智慧不夠 這個不是沒有智慧啦 就是說 他平常呢 只有信念慈悯而贏 他只有信念慈悯而贏 拜佛念佛 他有信心啦 但是對佛的智慧 他沒有辦法明白 沒有辦法有信心之故 是這樣 所以在於五百歲中的 常不見佛 你看回到一百頁就這樣 看一百頁就這樣 一百頁喔 五百歲中的常不見佛 就是你為什麼常不見佛 都在蓮花的宮殿裡面 在蓮花的宮殿裡面 當然沒辦法見到佛 也沒辦法替悟這個 佛陀所說的大聖經法 也沒辦法見到這些菩薩們 極樂世界的菩薩 以及在於段子見師佛的菩薩們 諸聖眾 也沒辦法供養於佛 無法沒有辦法供佛 就是沒辦法供養三寶啦 也不知道菩士的法事 什麼菩薩法事 這菩薩法事是一種 有人有一般來講 就是一位菩薩 弘法立身的角度來演 就說你要不知道菩薩 他如何管學多文 他如何管學中文法門的藥 以及他如何懂得眾生中文化的病 以及不知道如果硬病的藥 就是如果不知道如何降化眾生 意思 換句話說他對這個上求下法 自立立大的內涵他不清楚 法事就是這樣 他不知道菩薩那種上求下法 自行化他 內涵他完全不清楚 所以不得善 沒辦法休息 菩薩種種 福德智慧的功德是這樣 那這裡面我們看一下 就是菩薩法事 再稍微了解一下 請大家看到金戶錶 第一項 菩薩法事 這菩薩法事 剛才就是那個什麼 第一項的倒數第四行 下面微摩結晶第五銀 就是因為那時候我們沒有空格 有時候換在那個倒數第四行那邊 微摩結晶 倒數第四行 微摩結晶第五銀 念這一行就好了 一切菩薩法事 昔之 所以這個菩薩法事 也是根據微摩結晶的意思 什麼是菩薩法事呢 就是唐乙本 怎麼講倒數第三銀 一起唸一下唐乙本 不知菩薩為法則 因為每種花乙本就有點不一樣 在康聖感大就是菩薩法事 那在這個康 唐乙本是菩提供士大師 或者菩薩為法則 有一點不一樣 這個 那菩薩法事怎麼講呢 根據微摩結晶的看法是怎麼講 我們看那個倒數第二行 這兩行一起唸 那耶菩薩 弘法立身而言 例如如何廣學無量法門的藥 如何認知眾生種種煩惱的病 以及如何硬病於藥 官雞斗雞的善喬 神通變化 神通變化 遊戲人間 這裡面呢 就是說你要 你本身對這個菩薩 那種 弘法立身 我想這個都了解 那倒數第一行就應病藥 這應病啊 這個應眾生的病啊 給藥 藥是法門 就這樣 關基多教什麼意思 關眾生的根基 關基多教是什麼意思 關基多教是什麼意思 因財施教的意思 因財施教的善喬 你看我們善喬方便 要因財施教 因為眾生的根基有利盾 善更留後補是這樣 那你總統生的變化 教學遊戲就是 很自在的 教學終生的意思 在這樣 那接著我們看 看第二頁 第二頁 第二頁的第一頁一起練一下 上求下法 未知法事 不知之故 不行六度 事故不得 休息功德 因為上求下 是上求佛的自費 下法 就是一種大悲心 上求下 就代表一種 一個上求代表自費 下代表大悲心 就是悲之算音的心 叫法事 因為你不知道這種 上求下法 這種悲之算音的 普體心之故 所以你沒有辦法修行什麼 六度忘恨 就沒辦法修行功德 就沒辦法修行這個 乎得自費的資糧 是這樣 那這裡面 我再稍微 請大家看看 他回到講表 九十九月再看一下 九十九月我稍微再講一下 就倒數第一行 九十九月到 中間 比化身者 智慧勝負 比化身者 就是說 就是說 從極樂世界 對 從娑婆世界 往生的菩薩 或是他方 佛世界 往生到極樂世界的菩薩們 智慧勝負 這句話就不簡單 他們因為智慧勝負 是因為他因地 就不斷地文師修 不斷地訓取佛法之故 你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 有那個文師修的智慧 因為你不斷地文師修 就訓取佛法師 自然而然 他就信解佛的智慧 其實你要了解到 這個月生修 他不是佛的智慧知道嗎 因為 在 廟法 另外今天講到說 唯有 唯佛與佛 哪能知道諸法實相 只有佛才知道諸法實相 就是佛制 只有佛才知道而已 知道嗎 就佛 今天一般來講 菩薩都是一種信結 他對佛法的信心而已 明白 真正能夠明白 就是佛 為佛與佛 哪能究竟諸法實相 只有佛在 他這個智慧聖故事 他都因為波動 不斷地文師修的訓習 讓他這個智慧 在信結的種子 顯現出來 對於自然而然 看到 都沒有對這個性相隱容 以術外的境界 自然的深信是這樣來的 我們再回到 一百頁 一百頁的那個第二行 就是講到這個 剛才講的是 講胎生 就是對照一下 會什麼胎生 會什麼胎生 你看 第二 當之此人 就是胎生的行責 他雖然往生極的世界 到邊地 就是當 這邊地的行責 就是到 就在 就在 蓮花的宮殿裡面的 這些 這些行責 因為術之此 過季生 就在 還沒往生到極的世界 以前這樣 無有自費 無有自費 什麼意思呢 不是沒有自費 當然有自費 你沒有自費 你怎麼會信念慈敏 就是 他是狹義的 就心胸 只了解 第十八頁而已 叫信念慈敏 他對 一些經論 譬如說 諸我所生 我心所現 乃至 我們說 就是 信儒共化師 能化出世間 無因虛從生 無好無好 他都不管 他都不理會他 知道嗎 人就這樣 因為他只要拜佛念佛就好了 他確實相信歐彌陀佛 他相信極的世界 他相信要信念慈敏 他有這個自費 但是他這種自費是這種狹義的自費 他 那這個自費這裡面講的是一種 它是一種透過文思修的訊息 成就這種 對佛那種自費 他這個自費就是說 他對佛的那種明信的自費 他不具足 就這樣 為什麼 疑惑所致 疑惑 華以迷惑所導致的 你對佛的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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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佛陀很多不可思議的境界 知道嗎 太多不可思議的境界 知道嗎 剛才我講烏白玉道德對不對 像以前講過 那個 釋迦摩尼佛 的時代 那個琉璃王 對不對 面對釋迦族 把釋迦族 把釋迦族的一千兩百位 那些女人啊 那個鼻子的切斷了 耳朵切斷了 而且斷手斷腳 你看 不可這樣 然後這些一千兩百位的女人 釋迦族女人這樣 一邊痛哭 一邊這樣 念起南無佛陀 南無釋迦摩尼佛 乾淨道教了 佛的現前人 最後那個 佛的觀禮加持這些 他的傷口處 而且佛放出這個三昧的神藥 突在他們的傷口處 剛剛的觀禮是檢出痛苦 就是三昧的神藥 突在他們那個鼻子 耳朵和那個 兩手兩腳斷 被斷的地方 恢復正常 眼睛的恢復 鼻子恢復正常 耳朵恢復正常 兩手兩腳也恢復正常 不可思議 我的智慧就是這樣 而且他裡面也講到了 佛的又講了 我其實都沒有到達什麼 一千兩百位女人的 一兩的地方 也沒有用 用這些上面神藥突兀他們的傷口處 都沒有 就無所住啊 佛的那種不失一字 厚的字 沒辦法 那沒辦法心事口語的 就是佛的為什麼能夠 像這個斷手斷腳是定念 定念 定念是不可轉 那為什麼佛的能夠 讓他們恢復正常 就不可思議的智慧 就這樣 智慧成功智慧 那你為什麼要 所以我們要不斷地文實修就這樣 才能夠 才不生起這個華儀 謎佛 所以為什麼沒有這個謎佛所至 這個謎佛所至 就是謎佛所至 這就是謎佛移啊 因為眾生有 因為我們知道嗎 在這個謎佛裡面 有一種六根謎佛 貪稱吃慢移 移就是侎佛 對這種意念所生佛 還是對這個佛性的离 它移佛 不相 就是半信半移 半信半移 佛有那麼殊勝嗎 就這樣 以佛 法以以佛 所導致的就是這樣 所以才沒有 不是說沒有智慧 而是有 這個智慧就是對這個 佛是本人的民信 就這樣 我們請大家看到 金護表第二頁 看到金護表第二頁就知道了 為什麼儀根 這儀根就在這裡 儀根 為什麼無有智慧 就是偶一大師的解釋 偶一大師在 成為師論的關係 對這個儀根 貪稱之慢移不正見的儀 如果這個解釋怎麼意思呢 就是這三堂一起唸 強不知以為之 正思以之根也 若亦除疑 唯有虛心博學 省問聖思 憑正教為此然 依思有為也目 又須如順之好問好查 如孔之善樂皆思 寬人永斷以根 直至不以知地 這強不知以為之 簡單講就是 不懂專懂 不懂專懂 就是強不知以為之 簡單就是不懂專懂 這是疑根 這是疑之根也 為什麼這疑 這個過激生的習氣 術生的習氣 我們過激生都有這種疑 疑負 然後每生子疑 疑負 疑之根也 若亦除 想要除之以這個疑根 虛心什麼意思 謙卑的心 虛心就是謙卑 我們說 這個就是說 千千金子 悖以字幕 是這樣 就這樣 就像書經講的 然後 講到這個虛心很重要 這個在義經的講說 滿朝筍 千說義 滿朝筍就是這樣 千說義 它是虛心 要地生下去 就地生下去 那個博學 這個博學 了解 就是他講的是 博學神問聖師 這個明辯 就是 博學神問聖師明辯 就是 儒家是這麼講的 儒家的學問也是這樣 要管學多文 何況我們這個 這個是佛學 這個佛陀也在講過 這個在八大年級經 第五覺悟 第五覺悟 叫余生死 菩薩昌念 管學多文 自常自費 就這樣 所以這一定要管學多文 博學 一定要管學多文 因為會從儀次 儀次就是 極地 古地就是生死 會流傳 因為儀次之故 也就是儀根 為什麼儀 就是儀 我本身沒有自費 就儀次之故 才成儀根 所以要管學多文 所以要管學多文 那聖文什麼意思呢 這聖文就是說 我們自己 本身要不止下文 這聖文就是 很聖文 就是代表一種 我覺得 自己 有疑惑的地方 就是不止下文 要請教人家 這聖文就是這種 很細 很細密的 就是很精細的請教 細密的 這個聖文就是這種 這個聖文就是這種 很精細的請問人家 這個意思是這麼講 你要有具有不止下文的心態 請問你那個 你練習有疑惑 一定要不斷地問人家 這樣 你要有具有不止下文的心態 就是請教人家 而且要怎樣 聖詩 要謹慎的思維 也就是說所謂的 這個聖詩也代表這種 佛家 佛門所說的 如理思維 這聖詩代表一種 就是 生日的思維 恍惚的思維 思維再思維的意思 是這樣聖詩 因為聖詩嘛 要不斷如理思維這樣 從這個廣博的學習 然後不止下文的 請教人家 乃至那個奴禮思維以哪 而且要這樣 憑正教 憑依止 스�amente 正教什麼表示 正就是這種 八正道 正之正正正值 正知政 正那個正見 正思維 這個正教是正當的 言教 佛陀所說的話 佛陀所說的法 唯指南針,就是依據佛陀所說的法 正當的言教,就是文字波勒 佛陀所說的經論,唯指南針 唯根據,唯指南針 然後依師友,依師友 這個就是善之士 唯眼目什麼意思呢 眼目就是眼睛,什麼意思 眼睛就是依師 這樣就是,我們比如說好了 我今天 讀了這個 偶義大師的臨風中論 或是讀了演讀什麼 印光大師的文昌 進華錄好了 他就是眼目一樣 他就是眼睛,以師友 以師友他的 因為主師將像偶義大師 或是印光大師 他們所說的法 我眼目,這個眼目就是指南針 為依據,眼目就是依據 以 偶義大師的致見為致見 就是眼目的意思 以印光大師的致見為致見 就是眼目的意思 我完全依止他們 為主啊,是這樣 眼目就是眼目的意思 眼目就是眼睛 我今天以他的致見為致見 就這樣 正教師依 佛陀所說的法 他的文字波勒 就是彪月子一樣 彪月子 為指南針 彪月子指南針 為我為依氣 指南針 然後依者這個 善事事 就像那個印光大師 偶義大師一樣 他們的致見 為致見 是這樣 那接著還有等一下 偶義大師又講了 又敘述是 順之好問好查 這好問就像神問的一樣 好問就是 好要 因為他本身一種 他裡面的好要 好要勳許 勳許之事 就叫好問好查 好查就是 喜歡觀察思維 有一種這樣 觀察思維意思 好問就是 不只孝文的意思 好問他 種種因果 請教人家 就這樣 不只孝文的意思 好問就看神問的意思 就不只孝文的意思 還要如什麼 孔子三的皆是 孔子三的皆是 因為佛 孔子曾經講過 善人行 必由我施焉 這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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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意思 好問這善者 其不善者 其不善者而改之 這善者 就是 這善者 好像是下瓦他一樣 有那個意思 那個意思 其不善者改之 這善者 我自己有沒有那種 錯誤的行為 看到 善人行 不由我施焉 那個意思 善者 則以善者而修之 好像是那個意思 行之 還是修之 行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就是那個意思 這就是說 你今天 看到 看到一切人 都是唯心所限的境界 看到這個好的境界 要用漸行思極的心極 看到不好的境界 檢討自己 我自己有沒有這種 有沒有這種行為呢 就這樣 檢討自己也是這樣 慢慢的 斷一根 所以偶義大師講到這邊 不簡單 要斷這個一根 要不斷的 文思修 就這樣 要管學多文就這樣 才能夠斷出這個一根 就說今天這個一根 對我們對這個 就是這個 疑根的這個種子 慢慢的 是因為 透過不斷的文思修 智慧光明顯示出來之後 我們對 慢慢對這個 佛羅的智慧就慢慢的 明信了 明白 信心了 這時候慢慢 這一根也沒有慢慢的 不顯現出來的 是這樣 好 這這這這這這一根 這個 如果 就是如果斷除一根的方法 就是偶義大師說的 好 就要不斷文思修 接著回到江表 第四課就 舉例 民思 串 匪國建佛 用 匹義來說明 在之後 因為佛祖要強調 為什麼有胎生呢 用匹義來說明 用匹義來說明 說明那個師神的過師 那過師 什麼過師?就是你不信佛師的過師 然後又藉由唱悔過師自然會見到佛 就是五百歲中 因為佛的觀念會加持 自然會讓你升級到唱悔心 自然會讓你能夠處理這個從蓮花中出來的是這樣 要見到佛 是這樣 這裡面就是第三行一起念 念到最後一行 佛告米勒 必如左人聖凡 有七寶牢獄 種種磚炎 張舍船障 玄珠真蓋 六珠小丸子 得罪於王 則那比獄中 細金手 供養飯時依無傳入 花香濟業 如左人丸 無所伐掃 以銀河 此之王子 零樂彼觸佛 對爺佛爺 但種種方便 求諸大力 亦自免出 佛告米勒 持眾生 亦夫如是 以以負佛自故 身比七寶無殿 無有行法 乃至一念二事 大力五百歲中 不見三寶 不得供養 修諸善本 以此為苦 唯一雖有餘樂 由不樂彼觸 若處眾生 四極本罪 身至匪則 求理彼觸 其得如意 往義無量受佛索 恭敬供養 欲得片智 無量無數諸於佛索 修諸功德 就是佛索告訴米勒菩薩 也就是告訴我們 他用一個批說 譬如轉圜丸 這轉圜丸要了解到 這轉圜丸是也具有32項的 為什麼他因地也修食五戒十善 中尚佛他這個 他這個要轉圜丸出現的地方因地 道德高 這個 那個善良的風氣很盛 就是那個 那個國度啊 每個人都修五戒十善的 知道嗎 就很殊勝的境界 所以轉圜丸是你要趕著轉圜丸出現 也不簡單 就是要道德高 整個都是 類似那個我們說啊 就像唐朝那種 那個路不適宜 夜不避復 比那個更殊勝的境界 就是善良風氣 非常非常高 就是善良風氣很盛 才會感到這個轉圜丸出現 那這個雖然這個轉圜丸 還是有七寶的 合成 有七個 有種種種寶合成的 牢獄 牢獄啊 尖啦 就是牢獄啊 為什麼 但是這個牢獄 它裡面講 雖然說是七寶合成的 它就有種 有種 就種種的莊眼進階 什麼莊眼進階 張色傳障 就是莊 張就是張色就是橙色 橙色這個傳障 就是張色傳障 有種種的莊眼進階 就是它裡面有床 有背就是那個床障 那個叫布 這個障就是那個背障 遮蔽用的布金 而且呢 懸出真蓋 這個懸掛 眾多的這個真字環織品 獅子品 搞蓋 就是 船上有寶蓋 雖然是一個牢獄啊 也是七寶合成牢獄 而且像那個種種的莊眼進階 就是它有 這個床上 這個床啊 你有說這個床是非常出盛的 這些床啊 那個有遮蔽的用的布地啊 遮蓋的這個床 而且懸掛了 種種多的這些 絲絲品的寶蓋 是這樣 然後接著又講了 他現在講批說 又有住小恩子 因為小恩子 就是他的兒子啊 這些喔 又有住小恩子 他們得罪一碗 得罪什麼? 得罪轉人生碗之故 這強人 那 就 折路就馬上 舊路就舊啦 就是 就吉路 這個那就是那就是什麼 內就是那的意思 請大家看到今天戶錶 戶錶 戶錶第幾頁啊 第二頁 第二頁 就是那的意思 內就是那的意思 大家看到這樣 戶錶金手 叫什麼戶錶金手 這個戶錶就是蓮花 就是意思說 蓮花沒有開意思 蓮花沒有開啦 就是 意思說 好像用 環境的手 把他鎖住一樣 就在這個 這個監獄 這個牢獄啊 就被這個環境的 環境的手鎖住一樣 比如說 這個蓮花沒有開 細蓮花就把這個 表示蓮花花開 除在蓮花中 那同時呢 那顯然我想要 講到這杯子 我先講一下好了 然後這個 什麼轉人生的意思 就是 阿彌陀佛 無量受佛 那七保牢獄呢 是什麼 就是指什麼 臺 就是 邊地的宮殿 就是蓮花的宮殿一樣 七保二層就是蓮花的宮殿 因為在宮殿裡面就是 七保二層的宮殿 你看 這種專業就是意思 那 若有下面 諸小安子是什麼 指這些 不明白 不了佛制的行者 諸小安子是 他已經文集的世界 只說因為不了佛制 對佛的智慧 有所疑惑 才生到這些 邊地 現在在蓮花中 蓮花沒有辦法 還沒有開的這些 紀念行者 那得罪王是不是 得罪王 因為有疑惑 對佛的智慧 對佛的智慧 得罪王就是對佛的智慧 有疑惑 是這樣 所以才納入什麼 七保的蓮花中 因為蓮花是七保合成的 七保的宮殿裡面 就是這樣 那金手就是說 意思說 它是在蓮花裡面 即使沒有把蓮金手保收起來 知道嗎 請大家看一下 看到金戶表 第二頁 到有第四項對不對 這個就不用念了 這金手這樣 就蓮花沒有開意思 但是因為它用屁於說 知道嗎 用金手說起來 不是啦 那其實沒有 那金手是一種屁於說 其實是用 它就算蓮花沒有開的意思 是這樣 然後回到講表 他繼續講講 講表中 就這位 這些王子 就是這些紀念行者 他們能夠得到什麼 犯死衣服傳入的供樣 就能夠提供他們一些 供養就是供養他們的 種種的生活資據 譬如 吃你的飲食衣服 還是傳電 傳入就傳電 而且有種種的 花香 忌葉 來享受 忌葉就業氣 業氣的貪作 有花也有香 然後忌葉享受 就像種種生活一樣 就像你 你享受那些 生活資據 是這些花香業氣的演奏 就像轉入生活一樣 無所乏少 就是無所缺乏 就如同轉入生活一樣 他的生活所需 完全一樣 你隨心所欲 是這樣 然後 儀呢 就是什麼儀呢 大家的看法怎麼樣 這些王子 就是這些 往生極樂世界紀念行者 在這個 蓮花的宮殿裡面 靈樂出佛 靈樂出佛 那靈樂出佛 靈樂說 他們喜歡喜嗎 靈樂就是 靈樂是乙智俗 他們歡喜歡樂 在這個靈化的宮殿嗎 他們歡喜在靈化的宮殿嗎 對耶 佛也 不歡喜 不信藥 為什麼剛才講到不信藥 為什麼不信藥 沒辦法聽到佛 因為你想看 一位靈樂心者 他信念慈敏 目前目的要見佛無無聲 也講過 就目的要聽佛說法 想要見佛就歐彌托 竟然 再聯方五百歲 他當然心不歡喜 是這樣 是這樣 但是 但是想那種種方便 種種善巧方便 這方便就善巧方便 求出大力 這大力有兩個含義 兩個解釋 第一個什麼 耶理官 一個是嗜修 怎麼講 理官怎麼講 你在理官呢 求什麼 有大智慧的人 求大智慧的人 有內心的 你想想看 大智慧的人就是佛菩薩 可是歐彌托佛 萬世音菩薩一樣 大智慧 理官 第二個 嗜修什麼意思 太 我們知道 解釋還是需要矽慧人 今天為什麼在連發中裡面 就是因為 不明佛智 不了佛智之故 所以自然 他升起 要以 自成善為心 一種 反省 結晤的心 慢慢的覺悟自己 慢慢的覺悟是這樣 求大智慧的意思 然後 意味 意志勉是想要讓自己勉強出來 意志勉是自己能夠勉強的從蓮花莊出來是這樣 意志勉就是這樣 因為求之大力,因為藉由世修理觀是求佛菩薩的加持 然後世修就靠自己的懺悔心 慢慢反省覺悟 而能夠慢慢的從蓮花莊勉強出來是這樣 是這個意思在這裡,藉由禮觀施修 接著佛陀告訴這個彌日菩薩說 告訴我們說 死亡眾生就是在蓮花,他就是在邊地這些蓮花 在蓮花中的這些邊地的眾生 藝菩薩也是像那些王子一樣 藝菩薩也是像那些王子一樣 以貴佛佛這個就是 對佛的種種之位才藝菩之故 生彼七寶雲殿 生到這些蓮花中的七寶雲殿裡面 生到彼就生到極的世界 這個七寶蓮花的七寶雲殿裡面 都沒有心法,一樣其實沒有心法 沒有各式各式各式的心法 苦果 還是沒有一念二世 一念二世都沒有,就一念你根本 就說你雖然在七寶蓮花的宮殿裡面 你不會生起一種種種惡念 你不會生起惡念的就是這樣 但是怎樣,下面講 在五百零中,你沒辦法建造三寶 你沒辦法建造這佛的經驗 今天剛才講過,不能建造佛 不能建造佛說法 也沒辦法建造菩薩諸聖宗 而且沒辦法供養諸佛 修出善本,修出善根 修得修出什麼 福德智慧的善根 所以以此為苦 所以為什麼他內心不歡喜,不歡樂 因為這樣,因為沒辦法修出什麼 修出善根之故 沒辦法修出這些福德智慧之良,智慧之良,智慧之固 所以那很苦啊 因為想看一位信念心者 他也信念持百分之經驗 他平常也是有多多少 修出這些福德智慧善根 共養、共佛、共襄、共燈、共水都有 竟然在蓮花中裡面 都被人做出這些事情 所以內心就是覺得很苦 就是心裡中悶悶不樂,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有愉樂 什麼愉樂? 什麼愉樂? 就是那些生佛之計的快樂 對不對 你像看 事死得死,事亦得益 就像道律天一樣 要什麼有什麼 你看,心想事成的紀念 心想事成的紀念 心想事成的紀念 但是呢,就表示這位行者啊 因為他是紀念行者 對不對 我跟你講 他今天為什麼要往生紀念世界 他想要見佛文法 所以他內心不喜歡啊 因為會成不喜歡 因為沒辦法見到三寶啊 沒辦法見佛文法 說不喜歡,內心不安心 不安心這個七寶的宮殿是這樣 說不喜歡,就是蓮花的宮殿不喜歡 因為在蓮花中裡面都被冒出來 是不安心這樣 那現在佛羅人講到 什麼出來 下面講方法了 現在講道地的 什麼方法 如果這些胎次的眾生 就在蓮花中 如果事情不能認 是認識 他的根本的罪業 因為疑佛的罪業 疑佛 對什麼罪業 本罪什麼意思 對佛羅之爲也生起疑佛 因為就是對這個 中到第一地的禮 你不明白 而生起疑佛 這時候呢 能夠深刻的 自己能夠深刻的唱肥 責備自己 這為什麼呢 內心有種暢偽心 暢偽心 暢偽心 暢偽心是生起來的 那這裡為什麼要生是暢偽呢 因為剛才講到 請大家看一下 看哪裡 負表37 負表37 再看一下 負表37 倒數第四頁 倒數第二行 看一下 中間有沒有看到 中間 但見其疑官民 有沒有看到 倒數第二行 但見其疑官民 練這一行就好了 但見其疑官民 再練一遍好了 但見其疑官民 心是匪則 永夜襲兒 到真正就好了 就這樣 因為這官民誰來的 佛的官民加持 你想想看 在五百歲中 佛當然 佛菩薩不會加持嗎 歐彌陀一定用他的官民加持 因為官民能做佛事 他用官民 教我眾生 利益眾生 他用這個官民 讓眾生能夠 就像你要對照這個地方 一百歲對不對 為什麼能夠士氣本罪 因為佛的官民的加持之故 他認識 原來為什麼在這邊 見佛文化 因為我對佛的智慧有疑負本罪 就是對佛的智慧有疑負 剛才不是 對佛的智慧有疑負之故 本罪是這樣 根本是疑負 所以這時候 因為官民的加持之外 他能夠認識到他的本罪 他的疑負 對佛智慧的疑負 所以自己能看 馬上 身形成長慧心 慘慧心 慘慧心 自己能夠深刻的 那個 慘悔責備自己 為什麼沒有管學多文 為什麼沒有深入經論 就這樣 這時候 所以他為什麼 永悅喜有 就像你要對照第一次 這時候他就 因為他這個慘悔心 慘悔心 代表智慧的官民 因為慘悔什麼意思 慘就是 從懸善 要見人士急 慘他就是親機包惡 就是不會叫做 那種惡業 這時候責備自己 就回到獎表 一百頁 求你本處 自然會 求能夠處理這個 筆觸什麼 臉花的宮殿裡面 從胎生都出來 這時候 馬上 馬上的 富兒 富兒 富兒自新 就是能夠從 蓮花開樂 自然而然 從那個 慢慢藉由 因為他那個 慘悔心 慘悔心之部 這時候 就是能夠從 蓮花 從蓮花裡面 顯示出來的 蓮花就開樂 這意思 記得就蓮花開樂 請大家看一下 看到金戶表 第二頁 第二頁 我們現在練 倒數第三頁一下 事其本罪 這樣一起唸 前世遺佛 佛五次 為本罪 非十二等 這本罪要了解 這不是 不是十二 十二什麼是 就是所謂 生三口是一三 就什麼生三 殺到淫 口是什麼 兩舌二口外其 一三什麼 貪生吃 這不是二頁 這是本罪就是我們對這個佛的智慧有遺佛 就是這樣 那基德如意呢 這兩個 這倒數第三頁一起唸 如意指蓮花開樂 因為蓮花一開 就發開見佛 就是這樣 因為發開見佛就是他本 本 就是這位紀念心的本法 所以內心不歡喜 今天 所以如意 趁了他本意 對不對 互合自己的心意的 所以蓮花就開了 也是因為佛陀光明的家裡之故 才能讓他這樣 這時候自然到達這個 發育無量無波 就是自然要見到的 無量壽 就竟然見到 阿彌陀佛 是這樣 這時候 因為到晚生極樂世界的人 那都是 都能夠以 以貢敬心 重心來供養什麼 供養阿彌陀佛 來自呢 而後呢 這個供養供養 他以 抵擬做總統供養 這個供養這代表他以 所謂呢 如梭修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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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宙 所以他自然 因為既有五身動後 能夠分身 就是法身不動 能夠分身到十分世界 無量無數 諸於佛所 一切諸佛世界 就是什麼修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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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裡面有講到,就是這個意思在這裡 那這裡面呢 剛才我們是用的那種無意本對不對 漢義本,就無種漢義本,漢義本也講到 這佛陀的官民都會加持這位行者 因為透過佛陀官民的駐造之下 因為官民能做佛事 所以讓這位行者能夠反省自己 就是這樣反省,因爲是因為慢慢的發行 為什麼能夠再沒辦法出來 就因為對佛寧厚之父是這樣 也是這個意思 漢義本也是有這個段文在解釋 剛才無意本那個官民的加持都有關係都一樣 這個時候我們講到,把這個第四個佛陀用屁說 用總人生完,他那個小恩子來這個屁 來讓我們更清楚對這個胎生 之所以胎生這個內涵更了解更清楚是這樣 接著總說,就是一百頁倒數第一行 這裡面要從事,佛陀再一次都要明白 相信佛陀智慧,不要升起疑佛的心 這一行一起念,倒數第一行 彌勒當之,其有菩薩,身宜負則,為師大力 事物應當,民信諸佛無上自費 這時候呢 佛陀要告訴了彌勒菩薩 彌勒當之就是告訴我們 當之 因當之就是告誡我們意思 如有任何一位修使淨土的菩薩們 就是修使淨虐心者 你有聖疑佛則 什麼疑佛則?對佛自費 有聖疑佛則 就是中道第一利 什麼中道第一利? 信項嚴隆 理事外的中道第一利 你升起疑佛的話 那是 師大力什麼意思? 就是 師大力就是最大的損 師期大的意義 就這樣 意思說你不能 沒辦法連話發生 就是意思說你要當下連話發生之故 所以佛統的勉勵 事故 應當 這要明信 要明白 相信諸佛無上自費 要信相信明白佛無上自費 應當相信諸佛無上自費 這怎麼要講?我稍再講一下好了 這以前也講過了 武波勒有沒有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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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波勒 以前有講過 第一個講 武波什麼文字波勒? 文字波勒? 第二 什麼文字波勒? 佛羅所說的法 對不對? 或是祖師大德 像應光大師 佛裔大師 所說的法語 就是文字波勒 為什麼叫波勒? 因為這個文字 能夠申請我們的 波勒的自費 為什麼呢? 你看那個誰啊? 這個 智大師 他讀誦 妙法聯話經 他誦到這個 妙法聯話經 28品 念到22品 一亮菩薩本四品的時候 四真經紀 四明真法 共養如來的時候 他見到什麼? 釋迦悟 佛在093講法話經 佛陀根本沒有魅度 就說你今天要 就是他 講這個典故 這個波勒 他成就什麼? 法華三百千萬變 尋通了你 所以他送這個金 文字波勒 他能生起的自費 成就尋通了你 所以他在講金說法的時候 講一個妙字 都講90天的 就這樣 這個文字波勒 就是你藉由佛法的學習 能夠升起自費 就像你看看 在妙環境有一句話說 第二品幻品怎麼講? 聖文諾菩薩 聞我所說法 乃至一句 皆成佛不義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就這樣 不論是聖文諾菩薩 聖文諾菩薩 聞我所說法 乃至一句 什麼義句? 一氣而為法 如夢幻派 一定會成就 你一定會成就 終究會成就佛道 為什麼? 因為佛的 所說的法 有一種成就聖道的力量 就這樣 所以要憲憲文之波勒 不可思議 所以一定要文師修 就這樣 文之波勒 他講說 文之波勒 就像那個智德大師一樣 你看 這是誰? 六祖分成大師 他聽到人講 四個諸菩薩 諸菩薩 諸菩薩 因如是 身輕輕輕 不應住 射身輕 不應住 身相未出啊 身心 因無所住 而身心 他大徹大無 明心見心的 所以文之波勒 不可思議 能夠讓眾生能夠 大開眼睫 明心見心 文之波勒 就這樣 能夠稱喜自費 文之波勒 所以對佛陀所說法 以及祖師大德所說的 華以下身性 不疑 文之波勒 那依文之波勒 起觀照波勒 觀照波勒 什麼觀照波勒 觀照 就這樣講 就是說 譬如說 剛開始這樣 觀照無常觀 不進觀 都要依佛所樂法 什麼文常觀 諸法因人生 諸法因人生 無常感辦法體會到 這依文之道 起觀照波勒很重要 觀照 觀照一切境界 那你觀照 要起觀照波勒 這個觀照波勒就有修德 就是說你要有觀 雖然文之波勒 代表文會 這觀照波就代表修會了 文之波勒 那依文之波勒 起觀照 文師修 這個依文之波勒 觀照什麼 眼前的境界 對 剛開始你體會到 比如說我們今天 無常觀要了解一下 今天中午吃了 這個酸辣湯 感覺到 你心裡感受到 又酸又辣 但是吃飽完後 怎樣 酸辣感受到慢慢 但沒有消失掉 心就無常 這個身受 比如說我們在身受 比如說我們無韻身心對不對 色受想行事 身也是無常 身比較容易 你體會到 因為小失的我 和蟹的我 一樣不一樣 不一樣嘛 色身一定不一樣的 無常就有點 很體會 心法 受想行事就是心法 從感受到 就像吃酸辣湯一樣 在吃的時候 感受有酸辣的感受 但吃飽完後 就有酸辣的感受 酸辣的感受 慢慢淡薄 然後消失掉 心就無常 就是這樣 慢慢就從 無常 觀照波羅就這麼體會到 然後觀照什麼 觀照什麼 觀照波羅 觀照波羅還要觀照進階波羅 什麼進階 陰內守生法 這個陰內守什麼 陰內守生法 就俗地理 陰內守生法俗地理 就是你要解這個 然後呢 這個守生法就是什麼 正暴的身心 依暴經濟 經濟波羅 同時你也提味到 這是蘇地理 提味到 守生法 正暴的身心 依暴經濟是算是 內心也在變化的 沒有正直性的 是這樣 你要體會到 這個很重要 正暴的身心 依暴經濟 它是唯心所限 也是唯事所變 隨心內心也在變化 慢慢的 代表這種 俗地理 剛才陰內守生法是俗地理 陰內守生法 所以內心也代表 陰內信控真地理 叫做真地理 陰內信控真地理 一個是陰內守生法俗地理 慢慢從這個俗地 陰內守生法 陰內守生法 真地理的陰內信控真地理 慢慢看 這樣你慢慢思維的時候 因為陰內守生法代表什麼 無性延伸 這個自理理的陰內信 延伸無性 慢慢的從真地俗地 慢慢體會到 實相波樂 中道第一地 中道第一就是無上智慧 從這個空的 從空官的正地理 甲官的俗地理 慢慢的企圖 中官的智慧 實相波樂 就無上智慧是這樣 是這樣 那藉著呢 就在實相波樂 從實相波樂 一一體其用 什麼用 就是禁屬波樂 就是六多萬恨 這個六多萬恨 從在六多萬恨 用一體其用 用來造體 其實目的 這個用 目的也是慢慢開始信德 讓這個 因為這樣不然熏許 從文字波樂 起官到波樂 官到眼前的境界 陰內守生法 俗地理 正暴三心 一半就是俗地理 體會到什麼 陰內信空的正地理 因為守生法 正暴三心是 所謂內心也在變化 不斷地變化 確實 為什麼 比如說拜佛的時候 我們拜第一拜的時候 對不對 消一張正負費 我拜第二拜 又消一張正負費 又增長了上根 增長了我福德力 增長了自費力 那第三拜 又 內心又變化了 確實就一年信空 慢慢體會到 對不對 這慢慢的 你就是要 雖然 一年守生法 就是我們正內心 慢慢顯現俗地理 一年守生法 但是同時 一年信空正地理 為什麼 因為守生法 我正暴三心 是誰 內心也不斷地在變化 就是這樣 從這個俗地理 正地理慢慢 這樣你慢慢體會到 中到第一的 很重要 中到第一的目的 正大神 實相波勒 從實相波勒 就無上智慧 這樣一體其用 用來造體 所以慢慢體會到 是這個意義在這裡 所以應當民意信 就雖然民意信這樣 意思叫什麼樣 不斷地文實胸 從文字波勒 起灌照波勒 灌照眼前的境界 成就境界波勒 什麼境界波勒 所以神聖世紀 一年守生法 俗地理 就代表下官的智慧 一年信空的正地理 就代表空官的智慧 從這空官、假官 慢慢去到中到第一的 所謂實相波勒 對不對 這時候就是無上智慧 就是實相波勒 慢慢來一體胸 就是見屬波勒 就這樣 這五波勒 是這個意思在這裡 就簡單說明一下 這檔好 接著我們看來 就這裡面 就是說 這佛陀也是美麗我們 不斷地文實修 才能夠成就這個無上智慧 就才能夠明白 就是說讓我們那個 信結 能夠成就 知道嗎 因為真正的能夠 明信佛 這只有佛才明信佛之智慧 但是我們要 這種信結 總之要不斷地信 但我們就對於這個聖言量 一種深信而已 明信就是這樣 這意思在這裡 接著我們看一下 回到講表 看一下 看到這個 就把這個 太神的境界講過 接下來講 十文菩薩 往生的境界 這裡面 十文菩薩 就是說 十文菩薩 就是十文世界 往生極樂世界的菩薩 往生極樂世界的部分 這裡面有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 明慈徒菩薩 往生 慈徒就是指這個 蘇佛世界的菩薩 往生到極樂世界 下面是 他灣世界 他灣的菩薩 下面是 最後是總結 十文菩薩 往生極樂世界 那這個我們看 蘇佛世界的境界 蘇佛世界 明慈徒菩薩 用三行 一把靈業 佗山一起練 彌樂菩薩 白佛元 世尊 以此世界 有棘手 不對菩薩 生彼佛國 佛告彌樂 以此世界 有六十七億 不對菩薩 往生彼國 依菩薩 以成供養無數出佛 赤魯菩 則也 諸小行菩薩 即休息 少功得成 不可乘技 皆當往生 這時候 佛陀在斐達 這個 胎生 法生的內然後 又開始講到 這個明慕菩薩 是當祭眾 跟歐蘭祖師一樣 又開始 請教佛陀 這個明慕菩薩 又開始請教 從白 就是 禀告 禀告佛手說 世尊 在這個佛宋世界裡 有多少 幾首有多少 多少 就是多少 不退傳的菩薩 就是 有多少 不退傳 一般什麼退傳 衛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的菩薩 那我們說 衛不退 衛不退 衛不退什麼 就是要出國聖人菩薩 行不退 要斷 見是佛 乃至成沙佛的菩薩 要行不退 念不退 就是要 分斷分明 分成法生 不斷見是佛 成沙佛 乃至分斷分明佛的菩薩 叫做念不退的菩薩 有多少這些不退傳的菩薩呢 我認識到其他世界呢 這是弥勒菩薩請教佛陀 佛告弥勒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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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止世界 在這個世界 有六十七一不退菩薩 有六十七一 就是有六十七一的 法生大士 意思是不退 因為他能夠成就 為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因為念不退他成功 然後分破明 分成法就是法生大士 能夠往生到 就在這個部分 已經有六十七一 已經往生到 集結世界了 然後這個一菩薩 就是 每一位菩薩 就是在六十七一 菩薩菩薩中 他每一位菩薩 都已經 供養無處處 他們已經 已經 已經成功 無處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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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弥勒哲也 就是说他们是他的魏赤 他的近书是 是比这个 赤一等 接赤一等 如同 魯弥勒菩萨 就是他们魏赤 虽然算是那种 之六十七 他们到极乐世界 有种种的智慧功德 但是呢,他们的魏赤 是比魯弥勒菩萨 是比魯弥勒菩萨 魏赤一等 魏赤 是比魯弥勒菩萨 魏赤一等而已 魏同是赤一等就是这个意思 那朱小型 魯弥勒菩萨 一般讲的 十姓魏的菩萨 朱小型 他不是不退众 就是这些 一般来讲,我们先讲一下 一样北架 十姓魏菩萨 还有十柱十行十位相 十字十姓魏是善前魏菩萨 然后再什么 十地菩萨就法身大事了 北架来讲,初地就法身大事 朱小型魏就是指那个 十姓魏菩萨 十姓魏菩萨 讲世家 小小就众多一些 修行 念菩萨什么 自觉皆他 不但自立又立他的菩萨 就是实行有办 还有休息少工 就是 小工的什么意思 功德就是他没有修起 就是没有修起什么六度万恨 就是他也 就是没有修起少工的 就是他修起一些 也没有修起什么功德 就是他也没有修什么六度万恨的行者 不可称计 没办法称量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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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一定是晚生极乐世界 所以这里面讲到呢 三种 第一个 这些六十七亿菩萨 早就晚生极乐世界了 而且有错佛世界 还有一些这些 十姓魏的小型魏菩萨 他也是小型魏菩萨 第二个 第三个是 没有修起少一六度万恨的菩萨 小工的就是 没有修起 没有什么修行 他也没有什么修行六度万恨的菩萨 小工也就是没有修行六度万恨的菩萨 也是没有办法称量计算 也是晚生极乐世界的 是这样 大家这个意思 这里面就讲到这个 慈魏菩萨的晚生境界 那这里面大家就讲到这边 那换下呢 就是把这个 十姓魏菩萨 往生大概有这三种 就是 不退传的菩萨 还有那个 小型菩萨 以及那个 修起少功德的菩萨 就往生极乐世界了 其他面也讲到 潘昏世界 因为时间关系 那我们就 下下我们场 然后看一下 看到今天復表 第二页 就是 就不用念了 倒数第一行 十姓魏菩萨 小型菩萨 是这样而已 大家看一下 那就 我们今天 就是跟大家 虚拟到这边 下下我们场 不予来日 那我们就一起回向 愿以此功德 专言佛净徒 善报似众恩 下祭三徒谷 若有敬魂泽 西花普离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